七个尸险 保我无敌 滚 哎呀呀 好痛啊 就这么想要赶我走吗 留在这里给你们养老送庄 不是挺好的 不出声 那我可真走了 你们别太想我 哎 小明儿这一走 还真有点舍不得 大道中庸 色即是空 别担心 他已经原胜我等了 四象生八卦 八卦化万物 这孩子打小就聪明 您以石为天 要以丹为先 七个姑娘那儿我也打好招呼了 他们会按计划行事的 哎 看来师父还是关心我的嘛 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而已 不愿一百岁的老家伙们 还是冒酒 七位师父 养育之恩 莫尺难忘 弟子此去必不辱使命 实现诸位师孙之愿 师父们给的这张去江州的车票倒是不错 居然还是软卧 看什么看 没见过大的 大似的 但你长期心情欲减 导致内里经脉不通 时常胀痛 不早治疗 恐会病变 他居然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毛病 哇 这么豪华 比我在山上住得舒服多了 师父们平时一毛不拔 这次为了让我下山 真是大出血呀 楚明啊 你此次下山 除了弘阳国术道统之外 还要与你七位师姐相认 我还有七位师姐 没错 在你还小的时候 他们每人习得一位师父的本领后 就被送到了世俗人家 虽然你得了我们七人的全部真传 但也不要自傲 看着这枚信物 先去江州寻你七师姐吧 少师姐没有什么好的 不如我在山上悠闲自在 我前几日瞧见你在偷看这本杂书 还给我了 我只是认真品鉴传统古典文学名著而已 若是我告诉你 你几位师姐各个国色天香 比这书中之人还由过之而无不及呢 我要下山 我要弘阳国术道统 当时还以为大师傅是在开玩笑 没想到现在却成了真 对了 师父们说下山到处都少不了钱 特别给我准备了一些 这些是给你在江州花的 等找到了你七师姐就可以让他养你了 到底有多少呢 五 五百块 我在山上一个月也花不了二十 这要是省着点岂不是能有好几年 有人吗 是同城的人吗 你好呀 小哥哥 到江州之前我们就是室友啦 山下的女孩子果然都这么好看吗 哦不对 室友 难道有跟那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带上一整天 这就是网上冲浪时 那些网友说的烟 烟狱 爷爷 我们的铺位在这里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爷爷 原来不是孤男寡女啊 你好啊 年轻人 这老者的声音浑浊 喘气又带着杂音 说明胸腔里有问题啊 老先生 你这几年有没有觉得心脏有些许不是 哼 又是一个调查过老夫身份 供以攀龙府奉着人吗 真是师父之下 小哥哥 我爷爷身体好的很 你可不要乱说 那也许是我想多了吧 气虚尚服 说话时夹杂着古怪腔音 不出意外的话 这老人的心脏应该是遗传性的先天亏虚 而且还会遗传给后人 可惜了这么漂亮的姑娘 爷爷 您怎么了 我的胸口好疼 感觉喘不生气 您先躺下 我去找人帮忙 联车员 快去找医生来 我爷爷发病了 余小姐 余老他怎么了 别废话了 快去啊 是 我马上过去广播 爷爷 您坚持住 医生马上就来了 说是用大师父传授的医术 很快就能治好 可师父们还说过 在山下随意出手助人 有时也会殃及自身 不 不对 师父们还教过我 医者人心 当玄弧济世 小姐姐 其实我可以 医生来了 太好了 病人现在什么状况 我爷爷有些天性的心脏病 刚才突然发作了 求求您救救他 新天性心脏病突发 这病年轻人的危险 何况是个老头 万一没治好 岂不是污了我的名声 医生 快给我爷爷看看吧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新天性心脏病突发 这病年轻人的危险 何况是个老头 万一没治好 岂不是污了我的名声 医生 快给我爷爷看看吧 看他的情况 需要做新天图跟超声波 才能进一步诊断 但是火车上根本 做不了这些检查呀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你 小姑娘 我可是江州市区 区医院的副主任 不是那种不管不顾的赤脚医生 没有检查 我是不会下诊断的 什么检查 这家伙明显是在推脱 压根就不想失救 爷爷 症状还在恶化 老爷子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医生 不管有什么办法 求求你救救我爷爷 抱歉 没有检查 救不了 江医生 你知道那位老人是谁吗 谁呀 他可是那个 只要躲躲脚 整个江城 都要抖三抖的瑜伽家主 瑜伽 你确定吗 当然 火车票都是实命制的 我还能骗你不成 多谢提醒啊 要是我攀上高枝 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这位小姐 请让一下 我需要马上对老爷子 进行心肺复苏 医生 你刚才不是说 救人要紧 检查 等下车之后再做吧 不对 大师傅曾经想过 西医的心肺复苏 主要是帮助心脏骤停 和无法呼吸的人 但这位老人 不是这个症状 快出手 他不是心脏骤停 而是功能性缺失 你那按压很危险 小子 这位病人现在陷入昏迷 当务之急 是先让他清醒 我这样做有错吗 而且我可是 区域医院的副主任 你是那家医院的 敢质疑我的判断 我不是医生 只是一名中医学徒 中医 那种全凭安慰疗法 靠吃草根 树皮治病的伪科学 还有学徒 真是可笑 难不成你觉得 那套老掉牙的古旧玩意儿 比我近十年的行医经验 还要准确吗 可是如果你现在 贸然进行心脏按压 老人的胸腔 并然扯受不住 到时候肋骨断裂 插入心脏 就是神仙也难救了 这家伙说的 倒也有几分道理 但现在无法做细致检查 先保住命要紧 而且 这老头救不救得了 也并不是那么重要 只要让于家人知道 我已经全力施救 目的就达到了 如果运气好 还能醒过来 就算是回光返照 于家人也必然会对我 感恩败德 于小姐 你别听这小子胡说 我一定尽全力抢救于老 他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 难道是从列车员那里 听说的 而这位小哥 却根本不认识我们 并且他之前一口 就到出了爷爷的病情 想必是有真功夫的 时间紧迫 快让我施救吧 先等一下 于小姐 这位小哥 你刚才说 那位医生的治疗手法有问题 没错 就算他能暂时 让你爷爷醒过来 但在我看来 最多也坚持不过三天 毕竟 靠回光返照是救不了人的 你说是吧 副主任 可恶 怎么会这样 难道我爷爷他真的没救了 当然有救 他只是心火虚弱 气血不足 导致心脉堵塞 只要用真脚刺激穴位 让血液重新流转就能好转 真的吗 于小姐 你确定要相信一个 不知道哪来的江湖郎中 是啊 江医生可是大医院的名医啊 明医 我不是傻子 这位江医生一开始明明不肯治疗 态度突然反转 应该是知道我爷爷的身份了吧 这 完了完了 弄巧成拙了 这位小哥 我爷爷就拜托你了 那你先让老人比我躺好 后面的就交给我吧 于小姐 三思啊 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可怎么得了 你一定有办法的 对吗 那当然 我在山上的时候 大师傅经常让我拿大野猪练手 有次爱一头母猪难产快死了 我三针下去 它瞬间起死回生了 呃 野猪难产 您听听 它在说什么胡话啊 哼 居然拿人跟猪相提并论 虎鳖还想抢我表现的机会 那就让你试试 这病我都不敢说能治 等你逞能出了岔子 瑜伽肯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老爷子 忍着点 这种银血归流的身法 可能会有点疼 血海百慧观弹中 河谷太冲 立石宣 剑 最后一针 不血了 爷爷 中医治病 心火虚弱 就这样也敢来救人 我看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了 别急啊 副主任 让子弹飞一会儿 没听过 你飞个屁 这种不入流的医术 飞再久都没有 爷爷 您怎么样 胸口突然不疼 也不闷 感觉舒服多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七个尸险 保我无敌 爷爷 您怎么样 胸口突然不疼 也不闷 感觉舒服多了 老先生 刚才你吐出的 正是堵塞心脉的 瘀血块 所以才会感觉身体 轻松了不少 等一下我帮你抽针 原来是这样 多谢小师傅救命之恩 这二位是 我是这间车厢的列车员 刚才您突发疾病 我帮您请来了医生 于老 我叫江波光 是区基医院的副主任 是专程来给您治病的 给我治病 哼 明明就是看人下菜 那怎么是那孩子 在给我扎针呢 这 他不过是误打误撞罢了 您下车后可以一步 去江城医院住院诊治 我会给您用最好的设备 小师傅 我这病 需要去住院吗 不需要 在家这样调养就能好 原来是这样 江医生 谢谢你的安排 老夫暂时 就不去鬼院捣扰了 这小子坏我大事 不能这么放过他 老先生 您别动 我帮您抽针 好 结束了 这书法 小师傅果然不是一般人 小子 你的医师资格正在哪 要是拿不出来 我就马上报警 赤脚医生无证行医 万一搞出人命 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警察很快就会来了 不过不是找我 而是找你 死到临头还嘴硬 我马上就让你进去吃牢饭 历行循式 请拿出自己的证件 你们来得正好 我是江中士副主任医师江波光 这里有个无证非法行医的家伙 你就是江波光 我 我就是啊 怎么了 你涉嫌诱导患者使用夹药厂生产的伪劣药品 导致患者已经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严重的已经危及生命了 跟我们走一趟 哇 原来是这样 难怪看他印堂发黑 七十五交的忘记之说 果然从不走眼 小哥哥 你刚才怎么知道警察要来抓他 我就是家猜的 那你猜猜 我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 哎 这女蛇身上好香啊 跟烤野猪的香味完全不同 无人成不起我 你说话呀 啊 事情嘛我猜不出来 不过你这两天 要小心穿绿衣服的人 好 你都猜不出来 为什么就让我小心 都说学中医的人都会算命 你肯定也会吧 行了林林 别为难小师傅了 小师傅 我这病可有什么条理的方子 当然有 我给您看 连续服用三个月 应该就能根治了 此话当真 自然是真的 回去按照我写的方字抓药就行 都是常见药材 毛笔 这个年代还有人用毛笔 老先生 您这病是遗传病 最好全家人一起服用 这你也知道 我只是推断 大师傅说过 居高位者劳心 心力不足 自然缺损 老夫还第一次听见 有人对我说这种话 掌舵一个家族 无时无刻 无时在风浪中航行 但凡有一丁点闪失 就是传承神秘 其中苦楚 外人又知道多少 小师傅 无论药房有没有用 老夫都代表瑜伽 再次谢过 徐守之劳办了 您不必如此客气 雷丽 那接下来 你们两个互加个微信吧 小哥哥 你扫我的马吧 扫你的马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二维马呀 二维马 你难道没有手机吗 谁说的 看 这可是三师傅给我的宝贝 除了打电话 还能上网出浪呢 这也算宝贝 好老的情号啊 还能正常使用吗 当然 你看 这不就开心了 那就加我好友吧 你有微信吧 微信 我哪有什么微信 在山上 我大师傅微信最高 大家都听他的 呃 我说的是手机微信 手机还有微信 呃 琳琳 这位小师傅不能用常人眼光猜度 你就别为难他了 存一下电话号码就行了 是 爷爷 嗯 保存完成 等到了江州 我请你吃饭 举手之劳罢了 对了 要是真请我吃饭 我想吃 花莱土 哈哈 老夫还真没去吃过 倒是不妨一试 起初 我还以为他是来攀附的小人 没想到 竟是一位如此奇妙之人 可惜 琳琳早就被王家给定上了 若是他们以家族利益威胁 琳琳就必须加入王家了 七个失险 保我无敌 保存完成 等到了江州 我请你吃饭 真的吗 太好了 可惜 琳琳早就被王家给定上了 若是他们以家族利益威胁 琳琳就必须加入王家了 唉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老先生 你可是有什么担心的事情 一点小事而已 此时此刻能遇到小师傅 就已经是我的造化了 年气色明亮 院士很好 不必过于优先 是吗 那太好了 你就麻烦了 千万小仙穿绿衣服的人哦 不然 空有血光之灾 哼 爷爷就是运势很好 怎么到了我这就成了血光之灾 各位旅客 江州车站到了 期待好天明物件 按睡意下车 我去 怎么有那么大的箱子 连轮子都被压坏了 那个 真是谢谢你了 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把它们下车 没事 也就是三根竹子的重量而已 有人来接你吗 嗯 我以前跟朋友约好了 她说她已经到了 怎么没看到人呢 酒疼了啊 玲玲 我今天打扮得怎么样 啊 绿色衣服 怎么了 绿色都不好看吗 喂 怎么办 办法倒是有 就是她愿意把衣服脱了嘛 啊 脱 脱衣服 嗯 只要不穿绿色衣服 你就可以必须在乎 那就是说换一下也可以啦 也可以 你练习户不怎么和男生接触 今天怎么跟这个脱离土气的男生这么亲密 啊 不会 是想骗我设施卫生子小姐妹的渣男吧 不要 我有话跟你说 巧了 我也想和你聊聊 其实啊 有些男人 先等一下 你能不能先去换身衣服 换衣服 为什么 哎呀 别问那么多了 我知道你车里时常背着几套好看的衣服的 拜托啦 唉 真哪 你没办法 那你要跟我一起到车里来 没问题 我问你 你跟那个男的是什么关系 啊 哪个男的 还有哪个 不就是在外面站着的 哎 他是我火车上认识的朋友 叫楚明 哎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哼 那小子啊 肯定是自己躲了起来 你要小心 别被人骗了 那种看上去淳朴的男人 最擅长玩弄感情 啊 他怎么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 你听到我说些什么了吗 我去 城市的路上怎么这么多车 在山下的村子里 半天也见不到一辆 那师父说 已经给我找好了住宿 在远离闹市 静迷安详的好地方 容我看看位置 小兄弟 去哪啊 我开的贼快 不知道到 啊 我刚来这儿 不太熟 就是去地图上这里 嘿嘿 这小子 一看就是外里子 看我不好好敲他一臂 上车吧兄弟 十几公里呢 谢谢啊 不过这点距离 还用不着打车 用不着 十几公里你不打车 难道还能跑上去 对啊 跑步就行 毕竟在山上 这点距离 还不够热身的 死 不 不见了 这速度 大白天撞见鬼了 来有七公里 马上就到了 有种熟悉的感觉 那个小伙子跑得好快啊 小慧 专心开车 啊 是 你已到达目的地 深小区 低得到高速结束 这是 红木小区 是红山 那半边掉了 罗谢大爷 又一个来城市 打拼视野的小伙儿 这要是在市中心上班 公交就得俩小时 现在这年轻人 比咱们那时候苦啊 啦啦啦 啦啦啦 我专门给你找了个有免费的WiFi的房子 据说网速最快能到两兆每秒 不像在山里 看个小电影 卡死个人 声音都出来了 哎 画面映识不动 两兆每秒的网速得有多快啊 岂不是我一点画面就出来了 好期待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我专门给你找了个有免费的WiFi的房子 据说网速最快能到两兆每秒 我想在山里 看个小电影 卡死个人 声音都出来了 哎 画面映识不动 两兆每秒的网速得有多快啊 岂不是我一点画面就出来了 好期待啊 六更二 就是这里了 嗯 师父们一共就只给了我五百块啊 要是不快点找到七十钱 下个月我就要睡大街了 有人吗 谁啊 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租房子的 我叫楚明 你就是楚明啊 进来吧 我叫秦燕 你的房东 侧边就是你的卧室 客厅和厨房你随便用 但是阳台我不喜欢和别人混用 所以你只能每周一三五使用 听见了吗 听 听见了 这么少的布料 真的是衣服吗 你看什么呢 没 没有 那我先回房间了 啊 什么事 看够了吗 你的房间在隔壁 对 对不起 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弟弟 虽然有点土气 但长得还不错 这种干净的男孩子倒是不多见了 那个 嗯 WiFi密码多少 可以有143782733 谢谢 呆呆的样子还蛮可爱的嘛 可是这样美好的男孩子 注定和我是没有交集的 哦 终于收拾完了 城里的姑娘 的确个个都比书里洗的 更真实有趣 突然有点好奇 七师姐 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用占卜之术散一散吧 千三连 喷六段 金水土 那我完了 看到了 难道七师姐 是商界人士 可恶 看不清硬了 好痛好痛 七位师傅竟然联手拼拼的 七师姐的亲信 但凡少一位 我就能找出 七师姐的具体信心了 既然已经知道 她是商界人士 不如上网搜索一下 说不定有什么线索 这些人 年纪都好大呀 都不对 看来捷径是走不通了 只能另想办法了 忙了一天还没吃东西呢 去厨房看看 这就是山下用的燃气灶 跟我在手机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操作应该也一样吧 煮面四部曲 烧水 放面 放菜 调味 自己说是 没有人比我更会煮面 那 文靠城 嗯 不愧是我 真好吃 嗯 要不是为了浩哥 谁愿意扛你啊 重死了 你谁啊 怎么在秦燕家里 那个我是 秦燕自己非要喝这么多的 跟我没关系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还有事先走了 哎 我有说什么吗 怎么喝成这样回来了 不对 除了酒味 还有别的味道 竟然有人给他下了药 而且还是非常猛烈的 那种药 先帮他把药逼出来 如此大的伎俩 就是山上的野猪也扛不住啊 啊 除 除名 求你帮我打个120 来不及了 下药的人是个外行 放的太多 等救护车来 估计你都凉了 什么 肯定是那杯酒有问题 喝不喝 要是不喝 今天你这酒吧就别开了 早知道 我该跟他拼命的 我 我还不想死啊 别急 虽然叫救护车是赶不上 但这不是还有我呢吗 虽然药物导致你的肾气流散 但你脉象还算清晰 有救 这些针都太小了 得用这个 会有点痛 你忍耐一下 好了 你没事了 接下来静养几天即可 你 你做了什么 很简单 毒性聚集在肾脏 放出那里的毒血 就不会有事了 提炎 开门 七个尸险 保我无敌 秦燕 开门 快点 不然门给你破了 是你朋友吗 不是 是那些给我下药的家伙 那我去把他们赶走 你别去 那你怎么办 总不能让他们堵在门口吧 我都要看看 他们想怎么样 小心 我陪你一起 嗯 好啊 我说怎么不开门 原来是老子中了树 还有人摘桃子呀 你们刚刚给他下了药 现在又来干什么 少废话 赶紧给我滚蛋 这女人 老子早就看上了 你也敢碰 哼 找个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吧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敢看本少这么说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我可是朱家嫡子 掌管了整个江州渔市的半壁江山 我当是什么厉害人物 原来就是个卖鱼的 混蛋 竟然瞧不起我 朱浩 你要是敢动手 我就报警了 是你害我在先 咱们现在两清了 只要你走 可以既往不咎 秦燕 你不会真以为你开了个破酒吧 就能跟我这么说话了吧 你妈妈没告诉你 你能打女人吗 厚哥 给我上 好嘞 小子 你死定 终于能用到六十不教的东西了 来吧 感动厚哥 找死 一群垃圾而已 测语 小腹 闷闷 你还会武功 师父教得一点皮毛罢了 朱浩可是地头蛇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赶快走吧 我管他是龙是蛇 敢痛我身边的人 我就是要教训他 别过来 我爸要是知道了 不会放过你们的 什么年代了 还玩拼颠 再给你来点特别的 小学 同学 好痛啊 救命 好痛啊 果然还是大师傅的针灸手段 在此时更为解气 不好 臭小子 别太嚣张 快给浩哥解开 不然我就开枪了 你别伤他 我现在就解 浩哥 你没事了吧 我好 我好多了 这小子 有点东西 比那些补装用的废物强多了 小兄弟 我敬你是个人才 要不要考虑跟我换 只要跟了我 要钱有钱 要女人有女人 没兴趣 看来你是要敬酒 不吃吃罚酒了 别动 老实点 既然你不答应 那就只能眼睁睁 看着你的女人遭罪了 你想干什么 你们两个过了 当着这个小子的面 把齐烟给我办了 你可真是个畜生 欺负女人 这就是你的下场 可恶 你死吧 太猛 还不如山上的野猪 哎呀 浩哥 兄弟啊 怎么会这样 这小伙 真的是人吗 要赶紧逃走 不然就凉了 该死 怎么打不开 你刚才不是还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要逃跑了 我 我 求求你了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这家伙刚才说什么半壁江山 感觉应该有些人脉 不如 上那帮我找找七师姐 你好 请问楚先生在家吗 哎哟 我在江州没朋友啊 难不成 是师姐派人来找我了 谁啊 伤心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我在江州没朋友 难不成 是师姐派人来找我了 谁啊 你就是楚明 楚先生吗 我是 这人呐这么多小弟 不会是朱浩搬来的救兵吧 在下云传明 在火车上 多谢楚先生救了家父 你爸 谁啊 呃 于二少 多多巧就能让整个江州市 抖一抖的于家二少 他怎么来了 哎 这不是小耗子吗 楚先生 如果他得罪你了 我可以帮你处理 不用了 多谢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就连于家二少都亲自为他出头 姓于 哦 你是火车上那位于爷爷的家人吧 老人家现在身体如何 多亏了您的旧旨 现在已经好多了 简直是医学奇迹 你们两个 是 二少爷 这是我们于家对楚先生仗义出手的一点小心意 希望您不要嫌弃 好多钱 这又是带回山上去 那群老家伙 眼珠子都得掉出来吧 切记 山下有两件事最不可碰 一是得来太容易的钱 二就是女人 可是这两样不都是男人最想要的吗 你师父教你的还能有错 一者人心 出手就是于爷爷 是我应该做的 这里还是免了吧 二叔 你带的这些礼物他都不会收的 你信不信 哪有人能拒绝这么一大笔钱 更何况是我们于家的谢礼 二叔等一下 怎么 你还有别的事 要是他当真不收你的礼物 那你就把这东西给他 就说是我送的 吴先生果然高业 既然您不收这些钱 那我也不请求 拿上来 是 如果还要送什么礼物的话 就不必了 不是 这是玲玲托我一定要转交给你的 是你的姑娘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应该不算违背六师父的教训吧 三张华来土的免单券 还有东西 手机 还有纸条 我的小手机 我谢谢你装好了 最重要的是 里面的电话卡 要月货哦 玲玲送的都是什么 这都是得罪了楚先生 我回去可怎么交代 东西我收下了 帮我谢谢他 啊 麻烦你转告一下那位姑娘 就说他送的礼物啊 我都很喜欢 呃 好的 还真是猜不通这小子的心思 临走前 需要顺手帮您把那边的垃圾处理掉吗 垃圾 是说后盖他们吗 完了完了 要是让月少处理我 老子就彻底凉了 楚爷饶命啊 我上有八十老婆 下有七八个孩子 中间还有四五个老婆要养 求您看啊 你也看到了 这家伙怂成这样 我自己就能搞定 那我就告辞了 慢走不错 这楚明不仅一数两的 还能毫发无损地搞定 这几个手持武器的家伙 可远比老头子讲的 要更加有实力 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收归到我的会下 感谢楚爷的不杀之恩 今后我诸浩 越做牛做马来报答您的答案 刚才那位先生看起来 文质彬彬的 有那么吓人吗 您看到的 这是他的表象 他在江城地下世界 可是被称作活阎王啊 传说 瑜伽背地里脏活 全都是由他动手 要是落在他手里 是生不如死啊 既然是我救了你 那现在 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您说 让我干什么都成 帮我搜集 整个江州 有名气的商界女性资料 女性资料 楚爷有点猛啊 在女朋友面前还玩得这么慌 而且年纪要在21到25岁之间 容貌也要较好 太普通的就不要了 没问题 包在我们身上 那你们可以走了 好的 楚爷 多谢楚爷 老子真是点呗 命差点打进去 浩哥 咱们真的要听那个小子的话 不想演的东西 那是一家二少 都要恭恭敬敬的人物 咱们要是伺候好了 以后整个江州的迂惑 全部都是我猪家的 伤心四天连播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那可是瑜伽二少 都要恭恭敬敬的人物 咱们要是伺候好了 以后整个江州的迂惑 全部都是我猪家的 我洗完了 现在浴室空了哦 嗯 我知道了 也不知道 朱浩那些家伙 找没找到资料 楚明 秦燕 他不是去洗澡吗 这么晚了 到我房间干什么 什么事 啊 娘 我有话对你说 什么话 我 我能不能 做你的女朋友 小心 怎么喝的都开始说胡话了 还是先坐我们回房间吧 这是 金色的红韵 白色真气 熟羊体质 那师傅说过 熟羊体是最好的双修道驴躯体 那三师傅也说过 道驴这种东西 是世间最无趣之物 女人 只会影响你把剑的速度 无趣吗 那为何刚才抱着她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心跳比平时快乐那么多呢 嗯 楚明啊楚明 你下山的任务可是要找到师姐 发扬国术 别乱想了 还是找七师姐要紧 许领利 喂 怎么样 我送你的修手机好不好用 的确比我之前的那个好用多了 明天有没有时间 我想请你吃个饭 好啊 好的 早点休息 明天我去学你 嗯 这朱浩动作还挺快 这么多人 哪个是七师姐呀 等等 这个手帘上面的字 和大师傅给我的信物一样 十有八九 它就是七师姐 你做了什么东西 这么香 醒了 来尝尝我熬的粥 好好吃啊 你穿得这么整齐 是要出门 嗯 今天约了一个朋友 丑明啊 我来接你了 我先走了 晚就麻烦你放在厨房 我回来洗 久等了 没事 快上车吧 话说你怎么住这么远 都到家去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上网搜得老快了 要不你住我那吧 我家房间可多了 不用了 我挺喜欢这里的 好吧 那我也不勉想你 坐好了 慢点慢点 卧云车 欢迎光临 这 咱们确定要在这儿吃饭 看起来好贵啊 哎呀 你管那么多干嘛 又不让你花钱 这些招牌各来一份 这么多的话 两位可能吃不完哦 瞧不起谁呢 点多少我都能吃得完 听见了吗 上菜去吧 你出手这么阔绰 你家是不是特别有钱 你觉得呢 大师傅常说 百万巨富之家 看你这架势 应该有两百万吧 笑死我了 不对吗 哎 跟你说实话吧 在江州 就没有我余下 办不到的事情 鉴于你的药 缓解了我家族的遗传病 作为答谢 我可以答应你三个要求 多谢了 如果我需要帮助 会联系你的 这样我就有理由 可以经常约你了 那不是 要和我三哥订婚的 余玲玲吗 她怎么在和别的男人吃饭 真是好大的胆子 怎么了 谁惹我的亲亲小公主生气了 还不是那个余玲玲 竟敢背着我哥乱来 这分明是在羞辱我王家 走 我们现在就去给他们点 颜色瞧瞧 余玲玲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明明都要跟我三哥结婚了 竟然还在为你勾搭男人 臭不要脸 王小妹 她怎么在这儿 真会心 啊 我跟我的朋友吃饭 和王小姐没什么关系吧 余玲玲竟然怂了 看来这王家 也是个厉害的角色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我跟我的朋友吃饭 和王小姐没什么关系吧 怎么没关系 你是我三哥的女人 自然就不能跟别的男人 走得太近 还是个瘦鸡仔一样的男人 一看就没什么用 还是说你就喜欢这款 你以为每个人找朋友 都像你一样是拿来用的吗 你 你少在那儿放屁 赶紧让这个男人滚蛋 否则我跟你没玩 我的朋友 还轮不到你来吃吃点点 好啊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宝贝 别动气 这点小事 我来帮你解决 好 小子 你现在马上从这里滚蛋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要是不走呢 那就让你尝尝我傻包大的拳头 哎呀 你干嘛 当然是 也请你尝尝我的拳头啊 滚蛋 不讲我的 我偷袭是吧 哎 有气无力 什么 这小子居然能接我一拳 老兄 你外强中肝 脉象雷弱 这是身阴亏之下 是不是总感觉 身体被掏空啊 放屁 我先帮你分析 你还不领情 孟男哥哥 今晚人家等你 不见不散哟 啥情况 这是哪来的狐狸精 看来我猜对了 你到处寻花问柳 终于过度 怪不得会胜亏 伯伯 你听我解释 是个骗 你吃晚饭还敢给老娘戴绿帽子 丑死是吧 哎 救命啊 我给老娘站住 真是一出好戏啊 您好 请问现在可以上菜了吗 啊 上吧 终于可以干饭了 好香 全部都是我在山上没吃过的美食 你喜欢就好 其实刚刚你不用出手的 王家就是针对我而已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朋友吗 师父们教过我 朋友有难 就该挺身而出 谢谢你 楚明 小事小事 这肉为什么这么好吃 什么品种的呀 这是用最顶级牛肉烹制的 你喜欢的话可以再点几盘 最顶级 那应该很贵吧 随时别让它破费了 啊 对了 你刚刚给那男人把脉 真能看出来那么多信息 也太神奇了吧 当然 这些其实也挺简单的 哎 那你教教我 好啊 以你的姿势 应该学个十年就跟我差不多了 啊 很简单还要学十年 国术的缺陷就在这里 都需要日系月来 现在的人都心浮气躁 等不得 所以才失传啊 其实我这次来 也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看看这张照片 是在江城什么地方拍摄的 哎 这不是盛美公司的大楼吗 盛美公司 是干什么的 江州最有名的化妆品公司 我们家之前还跟他们 有过合作呢 那照片里这个女生你认识吗 当然认识 盛美的美女总裁啊 不过你找她干嘛 她是我七十姐 什么 我女神竟然是你的师姐 没错 能麻烦你带我去找她吗 当然可以 咱们这就出发 能给我讲讲关于她的事情吗 她是你师姐 难道不应该你更了解吗 其实她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下山离开了 所以没什么关于她的记忆 原来如此 看来楚明并不只是普通行人 背后更是有一个隐士宗门 你师姐叫西涵霜 是江州有名的商界天才 不仅容貌出众 能力也十分优秀 她仅用两年的时间 就让极心无名的盛美集团 直接起身江州市最大化妆品公司的行列 最厉害的是 季寒霜今年才不过二十三岁 也就是说 她代理盛美集团开始厮杀之时 才二十一岁 太强了 不愧是师姐 我居然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季寒霜今年才不过二十三岁 也就是说 她带领盛美集团开始厮杀之时 才二十一岁 太强了 不愧是师姐 那 这里就是盛美的总部大楼了 好高的房子 咱们快进去吧 先生 请出示你的员工证 员工证 我没有那种东西 很抱歉 非本公司工作人员 不可入内 那请帮我联系一下 你们公司的季寒霜 她是我师姐 我有及时找她 季寒霜 你说我们的执行总裁 是你的师姐 那我还说江州市王家家主 是我老丈人呢 我没骗你们 她真的是我师姐 把她叫出来 问问就知道了 小子 你这借口也太老套了 哥劝你赶紧走 别让我们动手请你 无论进去拉倒 那我就在门口等她出来 又是来找季总的 我得赶紧汇报给张总 喂 什么事 张总 门口又有人来找季总了 不过这次是个土老帽 这种苍蝇 季总看不上的 赶走就行了 来找季总的人里 盯紧那些看上去有身份地位 他们才是对我有威胁的 明白了吗 是是是一定 季寒霜 我可是为了你才进的这家公司 谁都不能燃指你这朵被我盯上的鲜花 只要能在张总面前立功 保安队长的官职 早晚都是我的 臭小子 赶紧滚蛋 穷酸鬼一个 别站在大门口 影响我们公司形象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吃错药了吗 你才吃错药了 哪来的乡八老 敢嘲讽老子 楚明 你没事吧 于小姐 你可看清楚了 是他先动的手 等会儿要是有警察来了 你要替我作证啊 难道他要动手吗 对方可是有好几个人啊 你 你想干什么 我这可是有十几号兄弟在这 敢动我一根寒毛 保证让你今天吃不了兜着走 神公有不起吗 山上的野猪 一个人都能打一群 救命 这小子要翻天啊 敢招我们的人 兄弟们 给我上 可恶 还不会放手 没急 今天 一个都跑不掉 这就不行了 我还没过瘾呢 起来接着打呀 这小子不是一般人 我还是装死吧 老子一个月就几千块 拼什么命吗 这 这是发生了什么 救命啊 陈助理 这个家伙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疯子 要硬闯公司还打人 快报警啊 啊 他一个打你们十几个 你也是这家公司的吗 嗯 这个家伙好可怕 怎么回事 季总 有人在咱们公司门口闹事 打伤了十几个保安 哦 想不到还有人敢在盛美门口撒野 对方来了多少个 不懂价交换 才是一切利润的来源 呃 一个 一个 哎 储明快来 他就是盛美的执行总裁 你的师姐季寒霜 其实姐 我是你师弟储明啊 哎 什么大学热情缓解 季总怎么可能会有师弟这种土豆掉渣的机绊啊 我确实有个师弟不假 但你说你就是 可有什么证据吗 季总居然承认了 下身前大师傅给了我一个信物 还说你一看就知道了 等我给你找找 哎 你的口袋居然裂开了 信物也没了 完蛋了呀 这下可怎么办 如果你无法证明自己 我就只能报警了 毕竟你打了我的人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完蛋 直接被七师姐当成坏人了 储明 你的东西掉在车上了 来的正是时候 谢了 那 七师姐你看 就是这个 还是大师傅亲手递给我的呢 竟然真的是我下山前留给小师弟的平安台 季总 这景我还要报吗 不用了 你去忙吧 我要在顶楼跟这位先生谈事情 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是 顶楼 可是跟着季总三年都没进去过几次 难不成 这人真是季总的 师弟 你跟我来吧 好 季总 那 那这些宝安 全部开除 什么 是 没想到季安庄这么沉稳的性格 今天却为了储明一下开除了十几个人 看来他们的关系并不像储明说的那样疏远 明明就是宠上天了 竟然害得老子被开除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喂 张总 大事不好了 季总把那个土老帽戴上顶楼了 你说什么 我追求了他一年也没有去过的地方 竟然被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家伙抢了些 敢碰老子女人的家伙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这一层都是我的私人空间 我们在这里说话 绝对不会有人打扰 师姐 你这里好漂亮 喝咖啡吗 咖啡是什么东西 快尝尝 我给你放了很多糖呢 谢谢七师姐 好苦 加糖都这么苦 不加糖得是什么味儿 有在山上的日子苦吗 在山上一点也不苦 我跟师傅满过得可开心了 是吗 师姐 你这是做什么 你这是做什么 死一见面就扒人间衣服 只有性物还不够 我要再确认一下你身上的贪心 没错 真的是你 楚明师弟 这么多年过去 我终于等到你了 七师姐一直在等我嘛 是有什么事吗 一言难尽 你应该得了几位师傅的真传吧 没错 那你给我整一次脉 就什么都清楚了 好 师姐请坐 这 这难道是 绝寒体质 是的 大师傅说过 就算是他 也无法彻底医治绝寒体质 但小师弟却可以助我化解 不是吧 我才学多少年一样 这个糟了头在就推给我 难道连你也觉得棘手 按照古籍记载 有两类病症极难医治 一是天缺 二是地残 绝寒体质 就是天缺之一 我自知这病的凶险 大师傅说 从未有此等体质的人 活过二十五岁 所以师弟 你也不用有什么负担 尽力便是 我确实知晓一个治疗之法 只是实施起来有些难度 就算再难 我也要试试 七师姐如今可有婚配 没有 我还无暇考虑这件事 难就难在这里 绝寒体质的根除之法 就是和阳性体质之人 进行双修 双修 那岂不是要 师姐 先别激动 双修不一定要那啥的 不过亲密接触肯定是免不了 可是 要和一个陌生男人亲密接触 也还是太难为情了呀 也不一定要和异性 同情也行的 哦 你这小子 干嘛不早说 我马上安排人 去寻找合适的人选 不过双修 必须双方自愿 否则根本无效 如果能多给我点时间 或许还能找到其他办法 可我体内的寒毒 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 我真的没法等了 不说了 我现在就全安排 师姐 人你不用找了 什么意思 我正好认识一个 符合条件的人 还是最稀有的 熟养体质 真的吗 太好了 当然是真的 就是我的房东 也是个女孩子 不过她是否愿意 就不好说了 这就是小师弟的 气韵之力嘛 就算被封印了 也能发挥作用 麻烦师姐 加一下我微信 然后等我消息就行了 好啊 不愧是公司总裁 连微信名字 都这么霸气策露 对了 你就不好奇 师父们为什么 让你来找我吗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对了 你就不好奇 师父们 为什么让你来找我吗 啊 难道不是让我来 给你治病的吗 那只是顺带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把传承七圣宗的任务 交给你 传承七圣宗的任务 师父们的确曾经提过 他们以前也是 叱咤风云的人物 但按理来说 七圣宗也应该是 家大业大才对 结果却破烂的 像个荒山也算 就这地方 还有啥需要传承 弟子楚名听令 是 楚名无徒 限你三个月内 收下一名 亲传弟子 完成之后 寒霜便会传你 七圣宗 智宝一见 祝你光大宗门 开之散夜 要我收徒殿 我在山下都不认识几个人 这便是对你的考验 若是连弟子都收不到 那何谈开宗立派 好 我会努力的 你现在无依无靠 来我公司吧 以你的身手 当个保安 绝对没问题 多谢师姐好意 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 这小子 是七师姐的消息 难得下山 这些钱 就当师姐请你吃饭了 个十百千万十万 剩得吃多少顿 才能吃完啊 不过 师姐给的 不要白不要 出门在外 有人疼 感觉真爽 已经这么晚了吗 啊 楚苗 你终于出来了 你一直等到现在吗 对呀 毕竟这里离你那四黄袜的小区 还挺远的 那你肯定还没有吃饭吧 我请你吃饭 好啊 走吧 咱们去吃什么 当然是我期待已久的 黄来土 哪有人请女孩子吃这个呀 张总 那小子上了其他女人的车 已经离开了 要跟上吗 跟上 找机会坐着他 不需要调查背景吗 不用 一个土鳖小砸碎 做了便是 出什么事由我担着 是 在江州 谁不知道 季寒霜 是我的女人 敢跟我张志强 找死 这里就是江州 白土的总店了 哦 在外面闻着的好香啊 我们快进去吧 啊 看见了吗 那个男的就是目标 看见了 带上家伙下车 咱们跟上去 是 大家注意 找到机会直接绑了 拉腰子卖了 既能完成张总交代 又能再捞一笔 一胆两吃 我可真是个天才 嘿嘿 张总 你要的手机 哼 那几个家伙 办事不牢靠 需要再找个保险才行 喂 是我 再帮我办件事 做成了你女儿的 住院费 再交两年 好吧 但是不能要人性命 这是我的底线 没问题 给我废了的就行 照片和信息 我一会儿发给你 哼 不过是个工具人 现在都敢跟我谈条件了 没有我 他哪儿来的钱 救女儿 他就是目标 现在就出手 给我搞定这件事 小伙子 对不住了 为了我女儿 只能委屈你了 欢迎光临 人好多啊 这么多人来吃 一定特别好吃 你好先生 请问您要点什么呢 我要这个中号的香辣鸡腿宝 先生 这个才是中号 这是大号 超大号 请问您要哪款 大中小 我就要这三个里面的中号 不好意思 先生 您指的那个是大号 不是中号 这个才是中号 什么东西 卖个汉堡都卖不明白 老子不吃了 二愣子之间 都是这么对话的吗 请问您二位要点什么 我要两个超大号的套餐 好的先生 您的套餐好了 又脆又香 好好吃 你慢点吃 别噎着 不够再点 咱们现在动手吗 你是脑残吗 这里这么多人 动了手 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先盯紧他 找机会再出手 是 吃完最后一顿饱饭 就送你上路 你看那边那桌 怎么了 大哥 他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别慌 先装一拨 那群家伙不是刚才打我的保安吗 有什么不对劲吗 谁让你看他们了 是旁边那桌 亲爱的 你要是喜欢吃这种东西 我就把这家店买下来送给你 好不好 真的吗 宝贝你对我真好 哼 没想到在这还能看见富婆包养小白脸 感觉男生看起来有点不情人的样子 又没有感情 只是为了前须与威仪罢了 宝贝你怎么了 没事吧 呼吸不上来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救 救命 服务员 快帮我叫一下救护车 喂 急救出心吗 这里是 啊 楚明 你小心点吃 别跟他一样噎住了 嗯 他可不是噎住 而是中毒了 中毒 没错 应该是长期摄入某种慢性毒素 导致他的气管壁增生变得越来越细 再加上吃炸鸡汉堡这种硬质食物 更容易被堵上 你的意思是 这是一场谋杀 对 小伙子判断得不错 这症状的确是慢性毒药造成的 前辈 你也是医生 前辈 真是好久没听到这个称呼了 别担心亲爱的 救护车马上就来 嘿嘿 伺候了你这么久 我终于要熬出头了 马上我就要成为千万富翁 你确定要过去吗 现在这个社会 一不小心就容易萤火烧身 有理也说不清啊 多谢前辈提醒 但医者人心 如果连救死扶伤的勇气都没有 就不配被称为医者 好一个医者人心 我也和你一起去看看 你们是什么人 别乱碰我女朋友 刚才不是你求救吗 我和他都是医生 没错 医 医生啊 那 你们检查吧 脉象已经很微弱了 他恐怕撑不了多久 气管液已经快要闭合了 呼吸变得极其困难 要想救他 只能立即手术切开气管 但是这附近没有医院 恐怕是来不及了 这药一旦发作 十分钟内没有救治 必死无疑 不 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烧符纸 让他喝符水 烧符纸 搞笑呢吧 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种封建迷线 真是个蠢货 用这种歪门鞋套救人 那我就事后再敬你一笔 医生 我女朋友现在危在待息 只要有可能 什么办法都好 求求您救救他 好 拿纸笔来 用忠性笔画符救人 真是魔幻 事成之后 我得讲给兄弟们听 让他们也乐呵乐呵 唉 这孩子我还以为是 哪个医科大学的尖子生 现在看来 只是恰巧蒙对病症罢了 洗好了 给我一杯水 喝一个打火机 好 五雷神教 电灼光滑 驱邪妇妇 保我长生 来 把这个喝下去 胡闹 简直是胡闹 把这小子乱搞一通的证据拍下来 等下警察来了 他就成了我的替罪羊 呵呵呵 你 你是谁 我是医生 您刚刚晕倒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病人 竟然醒了 七个尸险 保我无敌 你 你是谁 我是医生 您刚刚晕倒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病人 竟然醒了 原以为 浮水这种东西 只有安慰心里的效应 居然真能救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谢你啊 小伙子 我好像是被这家店的食物给噎住了 阿姨 你不是噎入 是中毒了 中毒 难道这家店的食物里有毒 我们华来痛个干净的海 你不能乱说 不是这家饭店 而是 他 胡 胡说 我是他男朋友 怎么会害他 是啊 小伙子 你一定是看错了 他对我可好了 不会害我的 女士 我是江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 我可以证明 你的症状的确是中毒 你可以去我们医院检查一下 如果不是中毒 费用我全包 这 宝贝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你竟然不相信我 太让我失望了 明明马上就要成功了 都是这小子坏我好事 没有 宝贝 你听我解释 这就是顶级恋爱脑吗 小哥哥好厉害呀 简直跟电视剧一样精彩好吧 你想到既然真的能靠福祉救人 小伙子 今天你真是颠覆了大家伙的认知啊 这是我的名片 你有空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手里可只有很多珍贵病例的 恭喜前辈 等我有空了 一定跟你联系的 这小子怎么一下子变英雄了 这小子不简单呢 怎么就这样把它卖了 会不会有点可惜呀 一个个都这么善良 干脆送你们出家好了 搞没搞清楚 是谁给你们的钱 回来了 大英雄 什么大英雄 你也要跟着笑我 不 我觉得刚才面对质疑也要救人的你 真是帅爆了 是吗 那当然了 你怎么什么都会 好厉害 你想学的话 我以后都可以教你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就行 好 那咱们拉钩 好 这算是 牵女孩子的手 以后 你可不能忘记我 放心吧 嗯 爷爷 喂 怎么了爷爷 啊 什么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去 看他脸色突变 一定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呃 不好意思 我家里突然有事 不能陪你吃饭了 先送你回去吧 好 嗯 走吧 我们一起出去 大哥 他们走了 快 跟上 吃 灵灵 我关你面相 接下来几周 你的运势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不会有大问题的 那就借你急眼了 快上楼吧 路上小心 我家居然真的找上门了 刚才爷爷的口气很严厉 真的不会有什么坏事发生了 这么多人等公交车 等会不会挤不上去吧 让开 都给我滚到一边去 这群人怎么又跟上来了 他们不会真的是来找我麻烦的吗 小子 老实点 你们要做什么 兄弟们苦等了一晚上 自然是为了找你算证啊 他们在做什么 好可怕呀 一嘴 不管你的事 这里人多 你们要是出手 很容易误伤胡辜 不如换个地方 哟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仗义 那就去旁边的小巷子里 都过来这边 小子 在这里给你送行 正合适 那你总得让我知道 咱们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愿吧 不会就因为我昨天 在公司楼下打你了吧 你想多了 老子没那么多时间 浪费在你这种垃圾身上 那是因为什么 咱们没有其他的消息了吧 哼 谁让你碰了智哥的女人 智哥的女人 谁啊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哼 谁让你碰了智哥的女人 智哥的女人 谁啊 智哥看上的 自然是 季总 季寒霜 什么 我七十剑居然被人惦记了 话就说到这儿 这一刀是还你昨天害老子 在兄弟面前丢了脸面 什么 抱歉 这一刀 这一刀 换不了了 三哥 上 替大哥报仇 臭小子你找死 动作直断 破绽百出 真是不堪一击 轻点 轻点 好疼 说 你口中的智哥 是谁 我说 我说 他是江州十大家族之一的张家少爷 十大家族 没听说过 那家伙 现在在哪 大爷大爷 别踩了 智哥 智哥在 要想活命 就别问那么多 这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后 我竟然没有察觉到 看来是个高手 智哥竟然还派了人来支援 兄弟 还等什么 快开枪 少废话 现在马上带着你的人滚蛋 接下来我会抽离 哥们我提醒你 这小子的本事可不小 还是让兄弟我帮你一起做了他吧 而且刚才他踩我 踩得还挺疼 不给他两刀 实在是难向我心头之恨呢 你 这是什么意思 重复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 滚 好好好 我走 我走 不就是有把枪吗 装什么 以后老子得势了 连你一起干 这家伙 难道和他们不是一伙的 小兄弟 对不住了 我也是替人办事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伤你性命 真是个奇怪的人 一会儿救我 一会儿伤我 还是用捕瓜之手算一下吧 孩子 你要早点来好起来呀 原来是这样 他是为了给女儿治病 你这么做 你女儿会开心吗 这小子 怎么知道我的事 有神了 好机会 身手倒是不错 骨鸡还是有点嫩 你往那儿扎呢 是不是别人不发火 就拿别人当傻子呀 看不出 你还有功夫 怪不得刚才那帮人 奈何不了你 看到 给我让开 这小子 结结实实吃了我一拳 还能反击 我是一般人啊 在山下 还是第一次遇见你这种 和我旗鼓相当的对手 这么年轻就有这般实力 着实厉害 不过 可惜了 不 不能让他拿到枪 想阻止我 什么情况 你怎么可能快过子弹 没听过那句话吗 七步以内 全快 可恶 要是输给这小子 就拿不到钱了 拼了 等等 我可以救你女儿 你说什么 如果我没猜错 你女儿应该是得了某种疑难杂症 目前束手无策对吗 这你也知道 我懂点中医 不如这样 你带我过去 我帮你治好它 中医 你以为我没找过 不光是江州 就连整个西南的名义 我都送他去看过了 所有人都说治不了 你凭什么治 他们不行 是因为国术博大精深 那些人只学到了一丝皮毛 你刚才不是好奇 我怎么知道你有个患病的女儿吗 就是我通过补卦 算出来的 补卦 没错 不然你我之前并不认识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你的信息 那你算算 我老婆现在在哪儿 算对了 我就相信你 小菜一碟 怎么样 江州 南山 你算得不对 她现在根本不在那儿 你别急 我还没说完 那里是她最后出现的地方 而现在 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真的能算出了 七个尸简 保我无敌 你算得不对 她现在根本不在那儿 你别急 我还没说完 那里是她最后出现的地方 而现在 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真的能算出了 难道 你真的是那些传说中的隐世高人 高人不敢当 只是个弟子罢了 你女儿的病 其实是遗传自她的母亲 对吧 是 她妈妈就是因为这个病才走的 既然您都能算出来 我求求你 救救我女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不过 我有个条件 只要能救我女儿 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就算让我这辈子当牛做马也可以 不用那么夸张 只要你告诉我 关于你幕后老板的信息就行了 这 恐怕不行 智哥她帮过我 我能忘恩赴义出卖她 难道一切 比你女儿的性命还重要吗 对不起 如果没有她的钱 我女儿早就没命了 所以 我不能 倒是位有情有义的汉子 行吧 我不难为你了 收拾好你的东西 带我去看你的女儿 真的吗 丑兄弟请进 这就是我的女儿 芽芽 小小年纪就恶极缠身 我需要先把墙卖 竟然是血温 血温 那是什么病 能治好吗 简单来说 就是造血功能出现了问题 但又和普通白血并不同 治疗方法倒是有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需要用药效强劲的中药 借助内力灌注身体 以芽芽现在的身体状况 很难承受这一轮冲击 那 那怎么办 我需要点时间 认真想想 难道说 我的芽芽 就真的没救了吗 兄弟 不要太沮丧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能找到 医治压压的办法 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么棘手的情况 猛药和热体之间的矛盾 到底该如何调和呢 哎哟 嗯 这个声音 怎么这么二手 闭嘴 老三 给那个女的打电话 是 听上去 像是架我在快餐店的那个家伙 他在我家附近干什么 这脚像太黑 看不清啊 想吃瓜 看来只能这样啊 嘿 站得高 才能忘得远 嘿 很快把你女儿叫过来 怕要是不来 可就别怪哥几个对你不客气 你们放心 再怎么样 我都是他的亲妈 他一定会来的 他们两个不是情侣吗 怎么现在该跑票了 你们几个 哎哟 来得真快呀 怎么又是一个熟悉的声音 快放开我妈 不少我就要报警了 我去 不会吧 秦烟就是那个复活的女儿 世界真的这么小吗 哎哟 我的好闺女 妈妈就知道你会来的 赶紧救救我呀 让你开口了吗 开口 妈 想救她 简单呀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一百万 一分都不少 哎哟 可是我 我没有那么多钱 最多只有二十万 二十万 你当是商场买衣服呢 我还给你打折 钱不够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嘿嘿嘿 我可以慢慢给 你们先放了他 慢慢给 你当哥哥我傻吗 我这边前脚刚放了他 后脚你报警了 我还怎么玩 那 那你想怎么办 我看你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 不如陪陪搁几个 一百万打两折也不是不可以 你休想 燕儿 你就从了他吧 为了救妈妈 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 妈 你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大哥 胡同两边的路已经多好 这女的跑不了了 哈哈哈哈 起来吧 好姐姐 不用眼了 眼 难道刚刚你们是在骗我 母女之间哪能算骗 宝贝 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配合你 你就会永远爱我 对吗 七个尸箭 保我无敌 宝贝 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配合你 你就会永远爱我 对吗 当然了 全世界只有我最爱你 你 你们 怎么会是这样 妈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你女儿真是傻的可爱 不许你夸别人可爱 可恶 这肥婆真是狗之猪 是不分好坏 你们几个过去按住她 别过来 你们别过来 女儿啊 别怪妈心狠 妈都是为了爱情啊 小美人 哥哥会很温柔的 救命啊 真是看不下去 幸亏我路过 不然 你可就麻烦了 楚 楚明 臭小子 怎么又是你 白天你坏我好事 还没找你算账呢 狠搜 动作也太慢了 坏你边去 哼 不给你整点特别大 真是不解气 无影子 痛痛痛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封住了你的肾气经脉 半年内你都当不了男人了 看在秦燕的面子上 这次只是劣尸小惩 你 如果你再来找他麻烦 我就让你后半辈子 都只能躺在床上 动弹不得 听懂了吗 宝贝 你没事吧 快 快让你这宝贝女儿 给我解开 燕儿 看在我的面子上 让你男人 给我宝贝解开吧 妈没她不行啊 给你一个面子 你配吗 这么多年 你哪有一次把我当过女儿 从今往后 你就不是我妈了 燕儿 不认妈也行 那你帮帮我阿姨啊 秦燕 你还好吧 人事 你不用管我 都是我自己自作多情 我早该想到的 一个从小就抛弃我的人 突然联系我能有什么好事 可是 可是我还是抱着一丝幻想 幻想她也许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秦燕 你不用安慰我 这么多年我一个人也过来了 楚明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当然 你说吧 你陪我回去可以吗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真的很重要 我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 七师姐还等着你救呢 秦燕刚经历过背叛 现在跟她商量 救治七师姐的事情 会不会有点不合适 喂 楚明 是我 女孩子的事 七师姐啊 有什么事吗 请你那位如氧体质的室友 帮我治疗之事 她见得怎么样了 啊 室友 是在说我吗 我还没想好怎么开口 世界怎么就捅出来了 世界 这里信号不太好 等我出去和你说哈 什么嘛 神神秘秘的 好的世界 拜拜 抱歉 久等了 没关系 是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帮忙吗 真是不好意思 在这种时候 说这种事 其实是我世界 她有一种先天体质缺陷 需要你的帮助 我 对 简单来说 你的体质是极热体 我师姐是极寒体 你们二者互补 刚好可以治愈我师姐的病 那需要我怎么做 需要你跟我师姐双胸 双 双胸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 但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如果你拒绝 我也可以理解 不 我愿意 我愿意帮你 那真是太好了 秦姐 真是真美心善啊 先别高兴得太早 我有一个条件 你尽管说 只要我能做到 今晚陪我喝酒吧 喝酒 你尽管说 只要我能做到 今晚陪我喝酒吧 喝酒 我休息一会儿 还能喝 也不知道小师弟那边 谈得怎么样了 如果是他的话 想必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毕竟他可是身负 万千气运的天选之子 当初师父们担心 他年幼 经受不住这颇天气运 联手将他气运 封印住九城 小师弟才得以活了下来 这么多年 我不停在寻找 能治疗我隐疾的方法 全都一无所获 小师弟刚下山 就遇到了 数百年难得 一遇的如氧体质之人 如此 才只是他气运的一程 若是日后 根骨强大破除封印 这世上 恐怕再无他的对手了吧 我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胳膊好麻 完全动不了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气血也流不过去了 等等 气血流不过去 压压的心脉产弱 我只要封住 心脉处的气血 先用强药将身躯治好 再小心修复心脉 不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的方法 我怎么没有想到 谁 谁 怎么了 怎么了 谢谢你压了我一整夜 谢谢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谢我压他 储明怕是酒还没醒吧 让一让 让一让 七哥 我找到救压压的方法了 真的吗 太好了 在医院等我 我马上就到 帮我治好了压压 就可以收复齐悦 成为我的助理 他能不能打 当我宗门的保安 铁钉没问题 离创离宗门 不远了 丑兄弟 这边 我先看看压压情况 好好 摆脱你了 不好 压压压的脉象 怎么突然如此虚弱 再不治疗 怕是活不过今晚了 怎么会这样 你之前不是说 他暂时无碍吗 七大哥 你别慌 我记得之前那位前辈 好像救世厕所医院的院长 七大哥 我们去找院长 我需要借用他们的手术室 立刻进行手术 等等 医院的手术室 是你想借就借的吗 我是医生 这位患者病情紧急 需要立刻进行手术 病情紧急 患者心跳脉搏平稳 哪里来的紧急医术 我看你就是个 半吊子的乡村野医吧 我的医术 你们院长清楚 还请通知一下 就说是储民借用 他会同意的 我们院长可是医学太等 哪是你这种货色配认识的 我劝你赶紧滚蛋 别逼我叫保安来 我看今天 谁敢对储兄弟动手 储兄弟 七月 智哥交给你的事情 办不好就算了 如今还跟任务 不要成一家亲了 你怕是忘了 没有智哥 你的女儿早就死了 确实白大褂给你穿 是什么费 这咋我 智哥不会放过你的 林勇 这是怎么回事 主任 院长来查房 你这个样子成何体统 院长也在 你小子完蛋了 院长 您来得正好 这里有个人动手打我 快报警把他抓起来 哦 是谁闹事啊 徐明瑞 是我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直呼院长明慧 就是 哪来的猫头小子 一群心术不正 阿娱奉承之辈 楚明 是你啊 来这儿是有家人生病了吗 什么 院长竟然真认识那小子 嗯 我朋友的女儿病重 我想向你借用一下手术室 可那位医生却百般阻挠 甚至言语危险 你放屁 我 我可没有 院长 你不要提醒他一眠之词 楚明 你别着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我再跟你解释 现在这孩子病情紧急 还请能接我一间手术室 楚明的医术非人能及 能观摩他做手术 也算是一件兴事 好 立刻准备一间手术室 让他主导 我来给他当助手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楚明的医术非人能及 能观摩他做手术 也算是一件兴事 好 立刻准备一间手术室 让他主导 我来给他当助手 什么 院长竟然亲自给他当助手 万不可呀 院长 若是借给了这个乡乙村医 出了事谁来担这个责任 别说了 有什么后果 我来担责 哎 院长真是老糊涂了 这传出去 还不得被其他医院的笑死啊 是啊 是啊 院长出来了 院长 那孩子怎么样了 这小姑娘的主治医生是哪个 是 是我 怎么了 在患者体内发现了具有强烈副作用的药物残留 为什么要给体质脆弱的患者开这种药 什么 该死 居然被发现了 我说我女儿的病情怎么会突然恶化 原来是你这个混蛋搞的鬼 不管我是 都是志哥让我干的 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 你还有没有任性 啊 七哥 饶命啊 林勇 从今天起 不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了 医生本该是救死扶伤 却丧失医德 以互不作伤 不要啊 院长 我又是被离开了 谁还敢有我 我上有老下有小 还有三十年防弹又滑 刘主任 把林勇带走 我想再看见他 是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院长 我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 院长 我女儿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这场手术难度巨大 但是出名医术精妙 使用的治疗方法也十分独特 应该问题不大 快看 手术师的灯灭了 完事了 从病情的严重程度来看 应该不会这么快就结束啊 学院长 齐大哥 你们放心吧 压压的手术很成功 接下来只需要静养就好 楚医生的治疗方法 闻所未闻 中心医结合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是啊 我干了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医术 你们说的太夸张了 我也没有那么厉害 亚亚 真的没事了吗 暂时无碍了 这个你拿着 按照上面的房子抓药 每天先给亚亚喝 半个月以后 基本就可以痊愈了 楚兄弟 你真是我的大人 我齐悦在此立誓 以后无论你有什么吩咐 哪怕是刀山火海 我也绝不皱一下眉头 齐哥严重了 快起来 楚明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 我有话想和你说 好 我这没什么好茶 先喝两口解解课吧 学院长不必客气 找我来 应该不是为了喝茶吧 好 我就开门见山了 楚明 你愿意当我的关门弟子吗 我 我没听错吧 学院长要说关门弟子 学院长可是圣人尊重的一学界太陡 能成为关门弟子 意味着会继承院长全部必成所学 想着是一不能天的机会啊 宣长 实在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师父了 所以没办法答应您 可你那些师父都在山上 根本帮不到你 而且我也不需要你做什么 只要对外承认 是我的弟子就行了 宣长 我知道您是好意 但恐怕真的不行 哎 有没有搞错 学院长都让步了 居然还不同意 我也不瞒您 其实 我是个弃婴 若不是师父们将我收养 我恐怕早就变成山间的孤魂野鬼了 所以他们对我而言 不仅是授业恩师 更是将我抚养长大的亲人 所以 我不会再拜他人为师了 这点还请您谅解 原来如此 我果然没看错人 既然这样 我们做朋友总可以吧 当然可以 那我今后就叫您声徐叔吧 没问题 想不到现在这个社会 竟然还有这么重情重义之人 是我革群小了 七师姐的短信 学院长 你知道西直仓库在哪吗 西直仓库 那地方在郊区 已经被废弃好多年了 偏僻得很 位于郊外的废弃仓库 糟了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学院长 你知道西直仓库在哪吗 西直仓库 那地方在郊区 已经被废弃好多年了 偏僻得很 位于郊外的废弃仓库 糟了 季总 我们到了 西直仓库 小陈 是哪个客户要在这儿见我 机大美人 下来聊两句吧 不对 有问题 小陈 快开车 季总 对不起 我也是逼不得已 臭婊子 还敢跟你的小青狼 偷疯保险 不过也好 等他来了 我就让他知道知道 碰我女人的下场 张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劝你赶快放了我 不然 等会儿有你好看 杰寒霜 你还在这儿给我装 我在盛美公司当牛 作骂了整整一年 为的是什么 你能不知道 可你竟然还敢 跟别的男人勾搭在一起 你拿我当傻子玩呢 你们去外面守着 若是有人来了 是就给我废了他 是 季寒说 你这颗蜜桃 今天本少吃定了 可恶 早知今日 就应该跟六师傅 决定五道防身了 不过 本少喜欢主动一点的女人 给我摁住他 好嘞 张志 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只要你放我离开 我保证不报警 靠警 可笑 你也觉得我会怕这个 在江州 别说是玩玩你 就算让你人间蒸发 我张家也能摆平 你别过来 我师弟不会放过你的 我也不怕告诉你 这座仓库下面 要埋着一个呢 什么 哦 说起来 还是你的老熟人呢 就是圣美的前任副总 公叔 他不是离职回老家了吗 没错 我送他回了西天老家 谁让他一直站着副总的位置 不愿意让给我呢 你 你这个恶魔 别急 快就轮到你了 我 不要啊 混蛋 哪个不要命的赶坏本事好事 是你爷爷我 你只跟救命啊 丑鸣 你终于来了 又是你小子 上次让你脚下逃走 这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兄弟们 给我上 是 狗狗师姐的人 全都不可饶数 这小子居然这么能打 怪不得七月之前 都没能将他拿下 接下来 就轮到你了 来人 快来人 省点力气了 你的小弟们 都已经被我收拾干净了 我劝你动手前想想后果 我可是正家二寿 管你是谁 敢动我师姐 平王老子也不行 不要 别 别打了 我错了 我错了 饶命啊 畜鸣 我感觉好难受 师姐 你坚持住 我这就来帮你 这群畜生 竟然给你注射了药物 你可有解决之法 当然 只需用真气 将你体内的毒素逼出即可 用真气 我苦学多年都未领悟的真气诀 师弟 他竟然已经掌握了 因为你的绝寒体质 可能会有点痛 还请事情忍耐一下 身体里有温暖的感觉在游走 感觉好舒服 绝寒伤 竟敢在我面前和别的男人柔情蜜意 能打是吧 你不信你能打得过手枪 狗男女 今天老子要送你们上心天 真是自讨苦致 那就别怪我了 卡 我的手 为什么动不了了 你替我挣了什么 没错 只是切断了你手臂的经脉而已 若是两天内切不起来 你这只手就彻底废了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卡 我的手 为什么动不了了 你对我错了什么 没错什么 只是切断了你手臂的经脉而已 若是两天内切不起来 你这只手就彻底废了 小子 先靠这招来逼我认怂是吧 别以为我张家无人 我敌人脉众多 有高手 能替我接上经脉 等着 我早晚让你们付出代价 楚明 就这么让他跑了 他以后肯定会伺机报复 放心 他跑不了的 啊 这个好久不见了 秦月 你怎么在这 要是没有我 你女儿糟死了 你赶紧让开 咱俩就算两清了 秦瑶瑶 他是谁啊 他是我宗门未来的保安 宗门还没成立 这么快就找好保安了 没错 开宗立派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找个能打的保安 不应该是先找弟子吗 能找到一个保安 已经很不容易了 多谢楚兄弟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出了一口恶气 应该的 刚才我进来时 发现这个女人在外面鬼鬼祟祟 就一并带过来了 交给我处理吧 秦 秦总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秦总 我 我 我也是被逼的 说吧 你为什么帮她 我姐姐半年前失踪了 张总说 只要这次我帮了她 就让我们姐妹团聚 这种人的话你也信 真是愚蠢 她给我看了姐姐的照片 所以我才 不愧是亲姐妹 都是傻的可笑 我之前不过是跟她玩玩而已 你姐居然想让我对她负责 对于这种搞不清自己定位的女人 我只能让她永远闭嘴 我只能让她永远闭嘴了 你这个畜生 你一个叛徒 有什么资格骂我 我要给姐姐报仇 真是一场闹剧 楚明 我们走吧 好 齐大哥 我先带着师姐先走 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混账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 敢动我儿子 爸 别动气 当务之急 还是要找到陷害小智的家伙 你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正是小智手上的伤口 有人切断了他的经脉 手法之精准 绝非常人能够做到 你是说 对付张智的是个国术高手 那种级别的人物 为何要对你弟弟出手 难不成 是从我张家来的 虽然不敢确定 不过从目前查到的资料来看 确实有这种可能 难道是那三位出手了 不会 江州市的三位大师 和我张家素有往来 就算要拆台 也不会不打招呼 恐怕这次找上门的是一位隐士高手 哼 既然不是那三位 就没什么可顾及的了 既然他不仁 就休怪我不义了 安排下去 不惜一切代价 去把曲大师请来 欢迎业主回家 哇 这就是你师姐的住处 好高档啊 应该没错 地址显示就是这里了 走 我们进去吧 请注意 未找到住户信息 非法闯入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二位是刚搬来本小区吗 请到这边 录入一下人脸识别信息 不 我们是来找人的 那请登记一下 出示身份证件 我们这边帮你联系 高档小区就是不一样 安保系统好强啊 可是 我没带证件啊 很抱歉 如果不能提供 请你立马离开 请他们进来 他们是我的客人 原来是基总的贵客呀 快 给二位把门打开 是 他就是你七师姐 好有气场啊 还好吧 我觉得挺亲切的呀 这位小姐 你就是我师弟的室友 是 是的 妈呀 好强的压迫感 这就是楚明所说的 如羊体质之人 谢谢你愿意为我治疗 咱们今后就是朋友了 啊 不用客气 画面怎么突然变得 举例举弃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谢谢你愿意为我治疗 咱们今后就是朋友了 啊 不用客气 啊 画面怎么突然变得 举例举弃 感觉有点跑偏啊 治疗的方法我已经交给你们了 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好 我知道了 秦小姐别紧张 我会温柔一点的 那我就先出去了 你们加油 这下七十几的病应该就没问题了 只要坚持和秦燕双修一段时间 绝寒体质就能逐渐好转 接下来就要快点想办法完成宗门的任务 招募我的第一个弟子 先用真补之法算算看谁是这位幸运儿吧 这 这是 于琳琳 他怎么在为我挡箭 难道 他就是我的第一个弟子 但刚才的场景又是怎么回事 师弟 今天的治疗结束了 我先去洗个澡 好 对了 今晚烟儿就不回去了 在我这睡 刚才还是秦小姐 这么快就变成烟儿了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等等 还说我们一起吧 好啊 完了完了 事情完全朝着我不能离家的方向发展了 还说你身子虚弱多吃点 嗯 你也是 把这儿当自己家就行 你们俩居然这么投缘 难道二位都是隐藏的社交牛人 我们姐妹之间的事 你不会懂的 对对对 我的确是不懂 哼 喂 哪位 楚明 我是余灵灵 大师不好了 别慌 慢慢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刚刚收到张家那边传来的消息 他们盯上你和启悦了 余灵灵电话里说的碰头地点 应该就是这里 楚明 我在这边 你说我和齐大哥有危险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志被抓的事情是你做的吧 你怎么知道 这件事情已经在十大家族里面传开了 你这次可真出名了 昨天张家家主让人放出话来 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张志报仇 这件事情本就是张志自作自受 要报仇就来啊 兵来将党 我还怕他不成 你说的容易 可张家实力雄厚 家族里更是有两位顶级过树高手镇守 据说他们二人 曾联手覆灭过一个百人的地团组织 联手才解决一百人嘛 这也没多厉害啊 啊 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啊 对于高手来说 这种是很轻松的 我也能办到 我怎么忘了 这家伙也是个怪物 是吗 年轻人岁数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谁在说话 是我 你是哪位 啊 我 我知道他 张家的护道者 张虎 看来 老夫的名字还是有人记得 这么说 你是来给张志报仇的 正是 敢对我家二兽也出手 我看也是活腻了 你们张家的人都这样 一点不讲道理 哼 我的全套就是道理 是 可是你这功夫 还差点火候啊 黄毛小儿 也敢对我品头类足 早就揭我一招 放马过来 嘿 你这实力 怕是抓不住我呀 这小子 果然有些实力 只是对了一招 就震得我手臂经脉 隐隐发麻 这位大叔 看在也是替人卖命的份上 刚刚我是留了手的 接下来你如果还不依不饶 我就不客气了 我今天只是来探个虚实 目的已经达到了 没必要在此纠缠 哼 今日就放你一马 咱们后会有期 这就结束了 他应该是吃了我那一拳 知难而退了 那就是你比赵虎强了 那是肯定 不过他刚刚 并没有使出全力 一定是师姐担心我了 齐大哥 楚兄弟 多亏了你 现在鸭鸭的身体好多了 楚叔叔好 这就是鸭鸭嘛 好可爱呀 徐院长说 能把鸭鸭治好 简直是医学奇迹 你就是齐悦吧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徐院长说 能把鸭鸭治好 简直是医学奇迹 你就是齐悦吧 我是 你们是谁 给我拿下 刚才是怎么回事 齐大哥好像遇袭了 又来视频了 快接 你就是楚明吧 我是张智的哥哥张天 很高兴见到你 你要做什么 三天后 来楚石山别墅 否则 你就再也见不到 齐悦和他女儿了 你千万不能去那个别墅 张家肯定不出了 天罗帝王等着你 甚至可能 灵灵 你说的我知道 但齐大哥是我的朋友 学不能放任他们不管 就算是陷阱 我也必须去 我带你去找我爷爷 之前你救过我们 他一定会帮你的 虽然不想牵扯到不相关的人 但此时关系到齐大哥和鸭鸭的性命 有人帮忙会更有把握 好 那怎么现在就走 嗯 楚明小友 好久不见啊 于老 这么晚打扰 实在抱歉 无妨 你与张家的事 我已知晓 张家是帮派出身 做事心狠熟辣 这次你动了张智 这算是触碰了张家的逆临 不至于吧 于老 我也就是教训了一下张智而已 张家满横惯了 这次 只能算你倒霉 不过 你对我瑜伽有恩 我自当出手相助 可我们十大家族内部是盘根错节 切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我只能暗中给你助力 于老放心 我的事不劳烦您 只求您能保下齐悦妇女 没问题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若是机会成熟 我一定趁势搬到张家 那他们的产业 我也要一并接收 你可愿意 爷爷 怎么能这样 你这是拿出名当枪使啊 无妨 琳琳 搬到张家 对我和齐大哥来说是一劳永逸 我求之不得呢 总算谈完了 有了于老帮忙 心里踏实多了 当时爷爷的条件很过分 分明只是打下辅助 却要拿走全部的战利品 你真的不生气吗 不生气啊 只要齐大哥他们没事就行 于老想要的那些产业 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给你们反而更合适 你还真是看得开 拿人手短 欠了我这么大一个人情 说你为徒 还不是手道擒来 到了 那我回去了 你路上小心 楚明 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是 你可以永远相信我于里面 我知道了 谢谢你 三代一 要不行 天哥 您来了 那小子没被玩死呢 流着一口气呢 很好 我弟弟受的苦 他一样都不能少 开门 是 天哥 讲 不愧是练过的 倒是惊得住他 把他弄醒 给老子把眼睛睁开 哟 还活着呢 命挺大 整天 一个畜生 我女儿呢 我女儿在哪 别着急啊 你现在就是一条丧家犬 叫唤得再厉害 能有什么用 你女儿在我手里好得很 我拍了视频 正好给你看看 爸爸 救我 我好害怕 张天 我绝对饶不了你 吵死了 让他把嘴闭上 是 这是什么 混蛋 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安心睡吧 三天期限已到 楚明若是今天不来 你和你女儿 很快就能在地下团聚了 哼 真是说曹操 曹操到 请让顺子带着兄弟们 好好迎接一下他 是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哼 真是说曹操 曹操到 请让顺子带着兄弟们 好好迎接一下他 是 张天 滚出来 我楚明来了 你就是楚明 一个毛头小子而已 家主真是小题大做 叫张天出来 我懒得跟你废话 我可是张家元老 连张天都得叫我一声书 你小子未免太目中无人了 目中无人的前提是 你这算人 我赶时间 你们一起上吧 小子 我看你是找死 快啊 我好疼啊 哎呀 行愿的人我也全部系过了 你们可以行动啊 好 你先按计划行事 哎 林林这个傻姑娘 张家如今可是个狼窝 有她那点功夫 也敢硬闯 爸 放心吧 林林有好几位高手保护 定会没事的 哼 你说的倒是轻松 怕一个女孩子 大大杀杀算怎么回事 林林可是未来要继承瑜伽的女子 早点历练也是个好事 继承瑜伽 王家那边 嫁谁过去 嫁你吗 这 您就别开玩笑了 这次如果计划成功 林林将会是我们瑜伽的大功臣 得了张家的遗巧 我们瑜伽 未必没有和王家遗巧高下的实力 大哥 别打了 我错了 我错了 说 你们把人质藏哪了 我这是个打工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哎呦 张天 赶紧给我滚出来 真是好大的阵阵 终于见到你了 出名 能走到这里 说明你是个人才 可惜啊 今天就要蛇在这里了 动手 不留活口 是 谁还不会给远程攻击了 怎么回事 我的手完全使不上力气了 我的腿也支撑不住了 一群废物 你快给我干掉它 这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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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 会有人打得过这么多全副武装的金鸯 这小子到底用的是什么功夫 我错 上衣走了吗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就在你刚刚夸我的手 戴上衣小心 这里交给我 您快走 好 要赶快告诉父亲 这小子是个怪物 想不到你也是个高手 废话少说 今天便是你的死机 混蛋 我怎么动不了了 赶紧给我解开 有本事 真刀真枪的和我打一架 封住我的穴位算什么本事 三个时辰后 你就可以动了 现在我没时间陪你玩 可恶 你那边怎么样了 还没有找到芽芽 一切小心 你也是 时间紧迫 我们分开走 是 小姐 找到了 上天这个畜生 竟然把孩子关在这种地方 你们在门口守着 我去救人 是 你 你是谁 别害怕 姐姐是来救你的 真的吗 当然了 我是楚明的朋友 哼 原来那小子还有后手 许大师 后院的家伙 还劳烦您动动手指 给解决了 可以 不过都是楼椅罢了 爸 咱们的人都被干掉了 怎么办啊 慌什么 楚明那边 你张叔和赵叔已经过去了 就算那小子再厉害 也绝对不是他们二人的对手 大小姐 走这边 小姑娘 随随便便在别人家里乱闯 是不是有点不礼貌啊 大小姐 大小姐 走这边 小姑娘 随随便便在别人家里乱闯 是不是有点不礼貌啊 糟糕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让开 不然我就开枪了 小子 我劝你老老实实投降 这样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放屁 给我上 保护小姐 是 一群不识好歹的蟒蟹 子干 在等楚明吗 嗯 张家绑走了他的朋友 他独自一人去营救 我实在有些担心 放心吧 楚明功夫那么好 肯定会没事的 希望如此吧 我只是怨恨自己 一点忙都忘不上 你和他是一个总能的 难道不会什么功夫吗 若是三年前 我还能使用一些道法 当年在山上 我们几个姐妹 也跟着七位师傅 各自洗得了一门果树 下山后 我日夜苦休 已经小有所成 但是 我体内的绝寒体质 越来越严重 现在已经无法施展了 原来是这样 我已经联系了 能帮楚明的人 只是不知道 他会不会来 若是师弟 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 若是他出事 你当如何 谁 好久不见啊 季寒说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五师姐 你来了 提起说啊 若师弟出事 你当如何 我自当以死 向师父们谢罪 这还差不多 这么多年没联系 想不到以你的体质 还能撑到今天 这位姑娘 谁要杀你 谁要杀你 我先去把师弟抓回来 咱俩的事 回头再说 这位师姐虽然脸上冷漠 但还是关心楚明的 寒震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急火攻心而已 有六师姐在 楚明一定没事的 齐大哥和丫丫 应该就在这里了 小子 你终于来了 让老夫好挡 少废话 我朋友在哪 别着急 很快就会让你们在阴间团聚的 是怕你们没这个本事 嚣张不了多久了 看招 放马过来吧 尖中藏真 二弟小心 这小子招数古怪的很 说不定还有阴招 阴招 还是你们见识太少了 我拖住他 你赶快将阴阵逼出来 好 小子 之前在公园与我交手时 你似乎没有今日的实力 怎么转眼睛提升了这么多 那天我知道你意在试探 所以并未使出全力 今天 绝不会手下留情 朱宇明 你看看这是谁 于林烈 对不起 朱宇明 我拖了你的后腿 先别说这个了 你和压压没有受伤吗 哼 你还有功夫关心别人 让老夫来会会你 许大师 您只管动手 人只交给我就行 好 先一见绝 一虎留伤 真是无法 这兴趣的比这两人倒是墙上不少 看来他才是张家的底牌 想不到曲大师竟然已经修炼到了真气镜 今天我们赢定了 哼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不过是曲曲真气镜而已 我居然 回到了十年纪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想不到曲大师竟然已经修炼到了真气镜 今天我们赢定了 哼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不过是曲曲真气镜而已 小子 只会大放厥词可不行 还是要凭实力说话 就让你见识一下 不可能 那小子竟然敢正面和曲大师应当 难道也是真气镜 他才二十来岁啊 否好好 你果然是个合格的对手 我很满意 他的实力确实不一般 剑法也十分扎实 现在没工夫跟他耗下去 要想速战速决 必须有魅招了 封印解除 虽然解除封印会有一些后遗症 但是现在 顾不了那么多了 可惜了 小子完了 苏明 这怎么可能 居然能徒手挡下我的剑 你难道是袁刚静 曲大师竟被这小子空手接白刃 我们一起上吧 带不出手就完了 好 我和一人抵挡我们三人 那就给你们开开眼 不行了 蜂蜜小心 上面有居心室 高手过招 就是精彩啊 升天 又是你 徐大师 人我已经替你打残了 速战速决吧 困类 现在他绝不是我的对手 你们火力压制 是 可恶 全世界展开了 咱俩看你怎么躲 不要 你们 休想伤害楚明 楚明 别管我 你的芽芽快走 混账 竟敢怪我好事 我之前解决了你 让我住手 什么 灵灵 先师叔 我马上为你治疗 你以为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 升天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给我开火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找我师弟的麻烦 什么人 少废话 再动你下 要你的命 我不动 你下饶命 你下饶命啊 你就是楚明 没错 你是谁 我是你六师姐 南灵 六师姐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 师弟 寒霜要我来帮你的 原来是这样 那麻烦六师姐 帮我盯着张天 我先给灵灵疗伤 你怎么这么傻 竟然为我挡刀 我不知道 也没想那么多 身体自己就动起来了 还好没有伤到要害 不然就麻烦了 先把鞋指出再说 臭小子 竟然还有帮手 大家都留下 动手 解决他们 是 还该耍花样 别问五师姐 不知好歹的东西 六师姐 这里交给我吧 你 你要干嘛 你张家几次三番 对我身边的人下手 说吧 这笔账 要怎么算 大哥 我知错了 请你饶了我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饶你 怎么对得起 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 下半辈子 给我老老实实 躺在床上吧 张家上下的人 你想怎么处理 交给余老的人吧 他们会来做收尾工作的 插播一条最新消息 江州十大家族之一的张氏集团 一夜覆灭 所有产业被瑜伽全面接管 这下张家是彻底从江州消失了 都是他们自作自受罢了 你怎么不去看鸭鸭和齐大哥 老在我这里守着做什么 我已经看过了 他们没什么事 我已经把他们治好了 你还需要我定时为你度线 不然会留下后遗症的 就因为这个 没别的了 当然不是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说 啊 什么事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说 啊 什么事 这是一件关乎你我的未来的事 还望你千万不要拒绝 咱俩的未来 咱俩要表白了吗 但是王家那边怎么办 算了 我才不管什么王家呢 知道了 你说吧 我希望 你能做我的 弟子 啊 弟子 没错 你出去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是认真的 你好好考虑 等一下 打情骂俏结束了 六师姐 去看看剑寒霜吧 嗯 七师姐她怎么了 不知道 我又不是医生 大概是因为你的事 急火攻心 再加上她身体本来就差 现在好像要不行了 什么 寒霜 你可一定要撑住啊 燕儿 别哭了 我不会有事的 没错 她从小就是个病秧子 自己早就习惯了 有什么好担心的 南小姐 这小子我给你找来了 赶紧让她给你制止 别总是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你啊 还是和以前一样 刀子嘴豆腐心 哼 别说废话了 快治你的病吧 六师姐和七师姐是什么情况 怎么感觉别别扭扭的 七师姐 我先给你把脉 你这是气血异常上涌 导致心脉进一步受损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这两天工作有点累而已 没事的 到什么时候 你还在这逞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天你独自一人去张家救人 他一直担心你出事 所以就尝试强行运功 虽然我及时出现 但是依旧伤了心脉 然后就这样了 七师姐 你寒毒那么重 怎么还要运功呢 是我太心急了 以后不会了 你干嘛这么为我拼命 我们只见过几次面而已 对你来说只有几次 但对我来说不一样 韩霜 小师弟就交给你照顾了 做姐姐的 要担起这份责任 知道了吗 是 师父 我整整照顾了你三年 在心里 你早就是我亲弟弟了 怪不得师父让我一下山 就来找七师姐 从今往后 你也是我亲姐姐 你的病 我一定会治好 嗯 我相信你 病情无疑了解 请二位回避一下 我要开始治疗了 走吧姑娘 我们出去吧 什么治疗方案 还用我们回避 师弟 你要怎么治 你目前的情况很糟糕 我要用帧数直接传导内力入体 需要师姐坦诚相待 坦诚相待 难道是脱掉衣服的意思 是 不过师姐放心 我会闭上眼睛的 我 我知道了 南小姐 先喝点水吧 哦 多谢 我看你一直住在借寒霜家 你们很熟吗 不不 我之前并不认识寒霜 是楚明托我来治疗她的绝寒体质 才开始和她相处 治疗 难道你是纯阳体质 嗯 我也不是很懂 只是听楚明说 是什么如阳之类的 如阳体质 我下山十几年都没有遇见一个 小师弟才下山不足一跃就找到了 还真是气韵不凡 这下好了 我得修为停滞的问题 终于有救了 小师弟医术高超又有气韵帮身 一定可以帮我突破瓶颈 啊 还说 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 没事 只是被针灸扎得有点疼 没忍住叫了一声 这 这样啊 还是快把门关上吧 治疗时不能吹凉风 发热了 感觉好丢人啊 没关系的七师姐 刚才那个学位 即使是舞蹈高超都会难以忍受 谢谢你安慰我 不过 我有件事情不明白 什么事 你和六师姐为何跟仇人一样 啊 说来话长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你和六师姐为何跟仇人一样 啊 说来话长了 你六师姐也曾是个舞蹈天才 早早便进入了真气境 可自那之后就再无进展 而我所修的倒数 有改善修者俊气的能力 所以我和他商量后 打算借助此法 助他突破平静 然而事已愿违 我不仅没有成功 甚至还因为功法的反噬 扭曲了他的丹田 让他自此舞蹈停滞 所以他才恨我 甚至不愿意见我 倒数我也会 按理说 其实无法激发 也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呀 也许跟我的绝寒体质有关吧 不对 你的体质绝不会对六师姐 造成任何影响 肯定是哪里出了差错 七师姐 真一下完 你再趴会儿 我先出去看看六师姐 也许可以找到治疗之法 真的吗 治疗结束了 寒霜她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了 六师姐 可否让我为你诊脉 我又没病 给我诊脉做什么 七师姐已经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 我想试试看 能否帮你复原 丹田破损你也能治 还不确定 我先看看脉象 好 好精准的倒数灵力 比当初寒霜注入我体内的 要炙热不少 这是什么东西 南小姐 你没事吧 原来是这样 师弟 我刚才感觉腹部一阵剧痛 我的丹田不会要醉了吧 当然不会醉 不过 你可能要和七师姐道歉了 道歉 因为你丹田受损 并不是她造成的 什么 是有人在你体内下了咒术 这怎么可能 若是下咒术 以我的身手 怎么会没有察觉 当年你毫无防备地开放丹田 让七师姐为你调理 那人就是趁此机会下的手 我曾未与人交恶 到底是谁对我下此毒手 这个暂时还不知道 只能感受到你体内的咒术 十分强大 最多两年 这个咒术将会完全吞噬掉 你的修为 到时候 你将会五道修为禁肺 一生沦为废人 怎么会这样 师姐别急 此咒虽然强大 但也很好破解 需用特殊药物进行持续温养 时日一到 自会消退 但期间绝不可中断 否则修为禁肺 太好了 要什么药物 我现在就去找 所需之物都不是繁品 有些甚至难得一见 我先给你列张单子 楚明 快送我去公司 有人趁我不在搞破坏 七师姐 你现在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最好还是静养 不行 来的人都是脸颊子 那群保安对付不了 喂 上去告诉你们管事的 之前借我们的两千万 现在该还了 我 我们纪总不在 不在 那看来是故意不还了 兄弟们 给我砸 是 都给我住手 呦 纪总不是不在吗 怎么我刚一动手 你就出现了 兄弟们 再砸狠点 让他看看欠钱不还的下场 好嘞 你 你们 其实姐别动气 这些家伙 交给我就好 哎呀 救命啊 奇怪 虽然这几人招式孱弱 但拳脚之间 却有种熟悉的感觉 小子 伸手可以啊 老子来跟你过两手如何 还是第一次遇见有人 主动投打 少废话 你若是能打赢我 今天这事就算了 你确定 当然 只不过若是你输了 这钱可就要翻倍了 哼 我师从江州第一武士 只要你敢硬着 看老子怎么吹爆你 来吧 你说怎么打 这么打 就你这速度 还搞偷闲 一边先着去吧 你 你竟敢打我的脸 我等着 我叫我师父来收拾你 原来你还有师父呀 我还以为是野鹿子呢 师父可是江州第一武士 你小子死定了 师父 救命啊 有人要杀我 好浮夸的眼睫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师父 救命啊 有人要杀我 好浮夸的眼睫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还说 我有点心事要先走一步 你这边 师父 小鱼 六师姐 是一些人 是你的弟子 确实 你今天不应该 你今天不应该呆在武馆里练拳吗 怎么会在这里 我这不是出来干个副业吗 副业 副业就是来找我师妹的公司吗 师妹 没错 鸡寒霜就是我师妹 当初你无家可归 是我收留了你 如今你是打算将仇报吗 不不不 我哪敢呢 都是清雅集团掏钱让我们干的 原来是他 故人做这种事倒是像他的作风 小丽 你去把赔偿清单给清雅集团送去 是 这次虽然背后有人指使 但毕竟是我的人做了错事 还请师妹原谅 无妨 有师弟在 集团并没有多大损失 这小子竟然是师父的师弟 我还以为是祭祖的保镖呢 等等 那我刚才岂不是对师叔出了手 完了 我会被师父打死的吧 你还在这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滚回武馆待着 六师姐 我可以去参观参观你的武馆吗 啊 武馆有什么好看的 我也想去看看你生活的地方 好吧 那就满足你们 你们几个跟我一起走 路上把今天这事仔细交代清楚 是 什么 失败了 已经废物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老板 那家伙叛变了 把你身外他的事情全都出来了 什么 都是你们出的好主意 现在圣妹那边已经打草惊蛇了 以后再想动手 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郑姐姐 别着急啊 事情没那么严重 还是有办法挽回的 什么办法 圣妹之前内斗已经元气大伤 如今只剩下个季寒霜 只要让季寒霜消失 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你想直接纵了他 是不是太冒险了 解决一个人方法有很多 比如恰好路上遇到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 又恰好撞了他 那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 还是你有主意 这 这就是六师姐说的 小武馆 这规模 说是江州数一数二都不过分吧 师叔说的没错 咱们五馆就是江州第一的 好厉害 闭嘴 师弟不必羡慕 你的武道造诣不敌于我 这样的五馆你也能创办 按理说 我现在的境界跟六师姐应该差不多 可我却连租门的一根毛都还没建立 真是罪过呀 别在门口傻站着了 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好 师父回来了 尊过师父 师父 你们接着练习吧 不用管我们 南小姐好威风啊 居然有这么多弟子 我以后也要有 蓝灵 你终于回来了 你竟然敢动容手下抢我生意 你是谁 黄毛小子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回一边去 程正义 我何时抢过你们生意 大家不愿选你的跆拳道 我有什么办法 你放屁 你不是你使了什么手段 才见我的弟子都匡骗到了你这里 不要脸 分明是你自己没有真功夫 他们才转头到我师父门下 给我闭嘴 小鱼师兄 竟然又打我的脸 当着无面打我弟子 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蓝灵 你废什么话 有本事 就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斗 若是怂了 就乖乖从这里滚出去 欺人太甚 不服气 那就来跟我过两招 否则 这江州第一武馆的称号 我就拿走了 这一次我专程从海外请了高手作真 蓝灵 数定了 既然你要打 那我就奉陪到底 等等 教训这种货色 哪里需要六十钱你出手 他的实力不在我之下 你能应对吗 此人说话步步禁闭 满脸得意洋洋的样子 想必有什么诡计 还是让我来试他一试 放心吧 六十姐 交给我就好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此人说话步步禁闭 满脸得意洋洋的样子 想必有什么诡计 还是让我来试他一试 放心吧 六十姐 交给我就好 哪里来的臭小子 赶紧滚开 我可不跟菜鸡打 在下楚明 是南陵的师弟 如果你连我这关都过不去 就根本没资格 跟我师血交手 好 老子姐姐就先拿你开刀 大家都退后一点 免得等会儿他飞出去 砸到你们 楚明 你这是料定他等会儿 会被你打飞吗 那必须的 可恶 你咒 师父哥一上来就用逼杀戒 何从未有人活着 从这一招下离开 那小子完了 逼杀戒 就这 我想象的还要弱呀 你竟然能接住我这一脚 就这种三脚猫功夫 还敢来踢管 不好 竟然真的打飞了 怎么样 我没骗你们吧 师父 师父 你没事吧 滚开 曲曲一拳 还胜不了我 小子 是我小瞧你了 居然还能粘起来啊 少废话 刚才我只用了五分力而已 接下来这招 定叫你生不如死 好啊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看是你的腿硬 还是我的拳头硬 拳踢 我的腿 我的腿 我没看错吧 那小子 居然一拳把师父打残了 看来你确实没有和我六师姐交手的资格 回去好好休养 今后别再这么嚣张了 来人 把他给我扔出去 是 怎么样 这下知道厉害了吧 为什么爱打的又是我啊 怎么又来一个 虽说 我这徒弟有点不成器 但也轮不到你来教训 小心点 这家伙曾经打败过华国很多的舞蹈高手 也算是赫赫永明的业界大拿 师父 你终于来了 就是那小子打我 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先别急 在场的所有人 我给你们一个选择 愿意做我弟子的 留 不愿意的 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 就是 哪有强行逼人做弟子的 只要败入我师父门下 不出一年 功夫就能登堂入室 我劝你们 别不失抬举 你少在这儿摇摇获重 习武靠的是毅力 怎么可能一年速成 提升实力就行 你管我用了什么办法 六师姐别急 跟这种人想不通道理 既然他们不服 那就打到他服为止 笔试可以 但若是你输了 从此不再踏入六师姐的武馆 如何 好 要是你输了 这武馆的弟子就得归我 好 那就试试看吧 师叔加油 师叔 我们相信你 小子 今天老夫就给你上一课 那老头实力不乏 师叔不会有事吧 放心吧 小师弟厉害着呢 速度还行 力量不够 还是差点意思呀 你说什么 抱歉 我可没空陪你玩了 把其一试 攻步冠拳 好够的力量 二试 李星辰 师父 我这第三试 都还没使出来呢 就不行了 还是回去再练几年吧 师叔好帅啊 不愧是小师弟 看来还是我花锅武术更牛啊 师祖居然输给了一个矛头小子 那咱还学什么跆拳道 改学武术吧 该死 这下我还怎么很难领抢弟子 小子 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可没那么容易倒下 其实 我要将这里年为平地 你已经伤了心吗 若再强行运功 这辈子都无法练武了 运功 那种东西没什么用 我们流派发展至今 靠的是这种秘药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你已经伤了心吗 若再强行运功 这辈子都无法练武了 运功 那种东西没什么用 我们流派发展至今 靠的是这种秘药 没必要这么拼吧 小子 能见识到秘药的威猛 也算是你的荣幸 力量 这才是我真正的力量 师祖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好可怕 我可不想跟他一样变成怪物 师父 您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 你老子闭嘴 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 一起上吧 这家伙已经失去离职了 我们一起上 快速解决了他 好 既然他不讲武德 那咱们也不必客气了 那你可要跟上我的节奏哦 六十千你才是 别落后了 小党为我 你们也配 你是蝼蚁罢呢 我 我 我一定要拿下这家武馆 不能说你所愿了 手飞腿 我们配合的还蛮有默契的嘛 那肯定的 师父 师叔 你们真是太帅了 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师叔 你年纪轻轻就如此厉害 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啊 是啊是啊 告诉我们吧 秘诀 秘诀就是 踏实的走好每一步路 不要妄想一步登天 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原来如此 师叔 我会更加努力锻炼的 我们也是 六十千 你这武馆的伙食 也太好了吧 你慢点吃 别噎着了 不用管他 他医术高超 就算是噎住了 也能自救 确实 汉双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寒毒又发作了而已 那可耽误不得 咱们赶紧回去吧 路上小心 好 对了 六师姐 等我准备好药物 就来帮你修复丹田 那就拜托小师弟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没问题 小鱼 我师妹和师弟 可都在你车上 给我开稳一点 别毛毛躁躁的 放心吧师父 我可是老司机 走咯 楚明 寒霜脸色很难看 这次寒毒好像格外严重 七师姐心病未愈 却又劳心肺神 所以才会这样 等会儿到家了 我就帮她试针 师叔别急 一会儿就到了 季寒霜 终于让我等到你了 去死吧 哎 这不是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吗 拍几张照片 让正姐看看我的本事 什么女强人 还不都是肉体繁胎 出了车祸 一样得聊 这么说 你是故意撞车的 什么人 说 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少多管闲事 今天的事你要是赶外传 小心我要你狗命 看来不吃点苦头 你是不会说了 去 你对我做了什么 好疼啊 你这个混蛋 快给我解开 给我老实交代 否则就让你生不如死 我说我说 是千雅集团的证员 指使我的 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你说的话 我手机里 有和他的聊天记录 就算给你看到又如何 季寒霜也复活不了 拿来吧你 这人刚才不是躺在车里吗 还真是正元的娘们 之前联系我 也是这个微信号 想不到他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不能堂堂正正的 在商战上赢我 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真是恶心 这 季寒霜 你怎么还活着 七个失险 保我无敌 不能堂堂正正的 在商战上赢我 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真是恶心 季寒霜 你怎么还活着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若不是宠明 即使用真气护住车身 恐怕刚才真的危险了 可恶 快把手机还给我 要是让他们留下证据 我可就完了 哎哟 录像功能真是好使 刚才的所有对话 都拍得清清楚楚 好啊 你们竟然装死给我下套 你给我老实点 这不叫下套 是将计就计 我已经将刚才获得的所有证据 移交给公关部处理了 这次多亏了你 不然就麻烦了 不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你真的能帮六师姐 修复丹田吗 看着她的舞蹈 因为我停滞不前 真的很痛苦 你不必自责 六师姐的丹田 并不是你破坏的 而是中了咒术 咒术 对 你还记得当年 是在何处给六师姐 激发丹田的吗 好像是一处妙语 但时间有些久了 名字已经记不清了 无妨 早晚有一天 我要揪出 伤害六师姐的凶手 你个废物 交给你的事情 没办成就算了 还被人派了证据 你是要害死我吗 我哪知道 季寒双病这么硬 被车撞还能没事 一时不小心 才被他们下了套 我看你就是找借口 没用的东西 不用留了 把他给我拖下去 不要啊 郑姐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郑总 为了这种人 没必要动气 你说得轻松 车祸的事情 被季寒双拿到了把柄 还不知道他要怎么对付我 我倒是有个办法 可以力挽狂澜 快说 什么办法 您别忘了 季寒双那边 还有我们几年前 安插进去的一枚棋子 如今正是到了 他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我们只需先让他去 喵 妙啊 还是你有主意 这次 定要一举负面圣位集团 七师姐 今天的针灸就到这里吧 好 楚明 嗯 怎么了 那个 今天还需要我给寒霜压制寒毒吗 当然了 你们慢慢来 我出去等 好 真的很好奇 师姐他们到底是如何双修的呀 楚明 你瞎想什么呢 那可是你失险 还是看看新闻冷静一下吧 震惊 清雅集团的邪恶商战 丧尽天良 清雅集团总裁 竟做出这种事 七师姐的公关部真厉害啊 车祸的事这么快就冲上头条了 这什么味道 哪来的烟雾 简安说 你敢和我们清雅集团作队 今天老子就让你归西 大哥 我们放火还自爆家门 是不是不太妥当啊 你懂什么 东家自有安排 任务已完成 好吧 是 这帮家伙 竟然敢上门放火 真是好大的胆子 等我出去再找你们算账 走你 七师姐他妈在屋里 得赶紧把他们带出去 七师姐 不好了 楚 楚明 你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那个 要不先别知了了 家里着火了 什么 着火 怎么会突然着火 是清雅集团派人故意放的 这群家伙 真是阴魂不散啊 先别说这个了 你们跟紧我 好 你们两个没事吧 没 没事 我这就打电话 叫消防车 顺便报警 就说有人故意纵火 我明白了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我这就打电话 叫消防车 顺便报警 就说有人故意纵火 我明白了 几岸说 你敢和我们清雅集团作队 今天老子就让你归西 哼 看来 正元看见公关部发的消息之后 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 正元虽然鲁莽 但也不至于做出这种蠢事 楚明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世界 接下来该怎么办 直接把监控记录提供给警方和记者 这一次 就让他们彻底完蛋 郑总 我已经按您说的做了 可否放了我的家人 别急 还有最后一件事 做完 我不仅会还你家人自由 还会给他们一大笔钱 什么事 等纪寒霜带人找上门来 你就承认是你放的火 啊 您这是要我坐牢啊 那我的心儿怎么办 只是纵火而已 几年你就出来了 要是不听话 这辈子 你都别想见到他们 成元 你好狠的心啊 麻烦了一整夜 警方和记者那边已经联系好了 等会儿我们就去证员的公司 把事情了结了 离谱 太离谱了 离谱 是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在说你这房子离谱 本以为被烧掉的那套已经够豪华了 没想到你居然还有一套更大 更夸张的 这就是八道总裁的实力吗 你要是喜欢 这套就送给你 房子我多的是 不 不用了 真是毫无人性啊 楚明 我准备好了 好 咱们现在就出发 再看大师傅给你的医书 嗯 等处理完清亚集团的事情 我就去帮六十姐恢复丹田 好 那我们就速战速决吧 我倒要看看 证员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哼 季寒霜的动作还真是快 一晚上舆论就已经发酵得这么严重 那又如何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想必那个季寒霜还傻乎乎地以为 抓到了我们的犯罪证据吧 事情你都安排好了吧 可不能出岔子 当然 带他上来 进去 怎么把他绑起来了 昨天晚上 这小子竟然想要逃跑 我给他下了点药 顺便 灌输了几句词 干得不错 还是你靠谱 这下彻底万无一失了 喂 众总 不好了 圣美的季寒霜 带了好多记者说要找您 慌什么 尽管让他们上来 是 好戏 要开场了 郑总 人到了 请进吧 郑总 对于昨夜的纵火案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贵迹团真的为了商业利益 不惜伤人性命吗 郑总 我们收到证据说你蓄于纵火 还请你配合调查 郑元 我劝你主动自首 还能减轻点责罚 我什么都没做 为何要自首 我们千雅从来不嫌疑 做这些偷鸡摸狗之事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需要我把监控和聊天记录 给你看看吗 不用了 纵火案的凶手 我已经替你抓住了 有什么问题 你们直接问他就行 什么 郑总抓住了凶手 放火的难道不是他的人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 把人带上来 各位 他就是昨晚放火的人 一切都是盛美公司自导自演 污蔑我们清雅的闹剧 一派胡言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郑总 你说盛美自导自演 有什么证据吗 当然 这些资料 大家可以看看 此人一年前就入职盛美 还有员工卡和工作记录 真的假的 让我看看 我 那算计了 没错 这个人一年前就入职盛美公司了 难道真的污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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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没错 这个人一年前就入职圣美公司了 难道真的污蔑 星天大瓜呀 纪总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这人一定是郑云安排进圣美的 纪大小姐 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可恶 想不到竟然被她返疆了一句 七师姐 别急 我应该有办法 你想怎么做 破局的关键 就在那个男人身上 郑总 既然说我们是自导自演 那你敢不敢让我当众问她几句话 当然可以 令你也问不出什么东西 眼神迷离 身形不稳 看来郑云是怕这家伙说出事情的真相 给她下了药物 在我面前搞这些小伎俩 真是不自量力 你是圣美的员工 我 我是圣美的员工 听见了吗 这可是她自己说的 你再好好想想 我 我是 不 不是我 我是郑云的人 是她指使我去放火的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药效应该能持续十个小时才对啊 我去 今天反转 今天的头条稳了 郑云绑架了我的家人 威胁我替她干脏火 高快竞争对手 一年前还把我安插到圣美公司 郑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显是故意泼脏水 是啊 洞察员 你要相信我们啊 放屁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要证据证明 什么 不会吧 兄弟 麻烦先帮我解开 没问题 郑云密谋对付季总的事 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 等纪寒霜带人找上门来 你就承认是你放的火 要是不听话 这辈子你都别想见到他们 事到如今 你们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 他哭说 这份录音是伪造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 是吗 那你我化妆品中 添加有害的违禁成分 抹取暴力这件事 总是真的吧 还有这种事 你 你这个半徒 竟敢出卖我 哼 你这女人蛇心肠 我替你做了那么多事 你还不是要我去坐牢 你 张总 不必再说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还有你 也一起来 该死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最后正言的脸色 还真是难看的 楚明 都可有你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只是利用大师傅教我的行器之法 清除了那人身上的药物效果罢了 恢复丹田的事 你有头绪了吗 根据医书记载 得先找到一种名为羽的毒蛇 需要用它的蛇胆做药引 只不过羽蛇已经很久没有现世了 所以有些麻烦 那你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吗 书上也没有羽蛇的图片 只说它备生双翅 生活在南疆的十万大山里 带翅膀的蛇 这种生物真的存在吗 师姐 去南疆之前 我可能需要采购一些物品 买东西这事就交给我吧 多谢师姐了 这里是江州最大的商场 你需要的这里应该都有 我先去停车 等会儿去找你 知道了 哇 还真是琳琅满目啊 先裂粉清单 免得等会儿漏掉了什么物品 完美 这下就万无一失了 那人拿着手机 表情猥琐 看来今天又能 饿一笔零花钱了 来人啊 有变态偷拍狂 变态偷拍狂 臭流氓 快把照片给我删了 小姐 只有你这姿色 我有必要偷拍吗 你 我看你就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伙伴 这是怎么了 亲爱的 他偷拍我 还死不承认 臭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 打听广众之下搞偷拍 赶快把手机交出来 挺帅的小伙子 居然偷拍别人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闹得越大越好 最后这小子只能乖乖掏钱 心事宁人 抱歉 我没有偷拍他 不信你们就报警吧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抱歉 我没有偷拍他 不信你们就报警吧 你给我站住 疼疼疼疼疼疼 就你这两下 还是不要拿出来丢人了 而且你气脉虚浮 胜气亏损 回去多喝点狗喜鹿绒吧 你胡说 放开我 放开可以 但是你们要再胡搅蛮缠 我就不客气了 会点功夫就了不起啊 这么多人看着的 你今天别想溜掉 就是 宝贝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快看快看 擒头后翘 颜值逆天 幽舞啊 他好像是圣美的总裁 姬寒霜 什么 有颜还有财 我爱了 七师姐 你叫我什么 当然是宝贝啊 打脸可不一定就要等我 啊 女神竟然挽住了那个小子 羡慕嫉妒恨啊 还愣着做什么 走吧 咱们买东西去 啊 哦 这不是季寒霜 哼 这女的只不过是年轻漂亮身材好还有钱而已 除了这些我哪里也比不上她 不见女 你快闭嘴吧 七师姐 你搂得太紧了 怎么了 你害羞了 哇 好美啊 别人可都在羡慕你呢 没有 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了 师姐 今天麻烦你了 小事而已 那我先走了 师姐慢走 东西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明天就出发吧 师妹 小子 反应挺快啊 那再尝尝我这招 有趣 没想到竟能遇到太极门人 那我便同你过两招 快招 打极拳 好深厚的灵力 躲得还挺快 射一拳 试点你的 五名小友果然名不虚传 不愧是一己之力 覆灭张家的武道奇才 不知前辈尊姓大名 来此所谓何事 野叔叔 我就说他很厉害吧 你还非要试探一下 这下心服口服了吧 于灵灵 怎么是你 哼 你还好意思说 这么久了你都不联系我 我只能到你家赌你了 我这不是忙吗 灵灵 这位前辈 也是你们瑜伽人吗 那当然 万叶叔可是瑜伽 最厉害的高手之一 除小友 想必你应该知道灵灵的身份吧 她的身份 瑜伽大小姐吗 如此便好说了 灵灵 你去切些水果来 啊 好 除小友 我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所以 我有句话奉劝你 你们当普通朋友可以 但绝不能有男女关系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万叶叔叔 您说的太突然 我一时没控制住 没关系 你应该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 虽然 虽然你对瑜伽有恩 林林也很喜欢你 但瑜伽注定是要嫁入王家的 瑜伽已经吞并了张家 实力大增 为何非要执着于王家 他们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虽然吸纳了张家的资源 但王家在黑道上的生意 做得很大 瑜伽如果想走上更高的舞台 就必须和王家联姻 你没有问过林林的想法吗 家族利益高于一切 他怎么想并不重要 对不起 这种做法我无法认同 我可不是来商量的 楚先生 今后 请你离林林远一点 哼 要是我不答应了 那 就是跟我瑜伽为敌 万也叔 你和楚明在说什么 怎么这么大声 没什么 咱们走吧 楚先生还有事情要忙 七个尸险 保我无敌 万也叔 你和楚明在说什么 怎么这么大声 没什么 咱们走吧 楚先生还有事情要忙 啊 我们才来了不到五分钟 我还没来得及和楚明说话呢 灵灵 你放心 等我处理完手头的急事 就去找你 那好吧 哼 你小子 竟然敬酒不吃 那就等着吃法酒吧 灵灵 我们走 那下次见 好 看来瑜伽是真的准备 把它作为利益 交换筹码呀 好在灵灵一时半会儿 还嫁不出去 等我从十万大山回来也不是 六师姐 金山的东西都带全了吗 当然 很好 我已经联系了南疆的熟人 落地就有人接咱们 太好了 那就出发吧 等等 我还有东西要给你 这个符咒你收好 符咒 戒除你封印的符咒 本来要在你开宗立派之后才能给你 但此去可能会遇到危险 以防万一就先给你吧 可是之前在张家对决时 我已经用师父教的方法 解除了身上的封印啊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出生时便身负滔天其运 为了保护你不被其余反尸 师父们只能施法 将你的大部分修为封印起来 你那日破开的只是第一重 剩余的封印 只能由师父们交给我们姐妹的符咒才能打开 你的意思是 我现在的力量还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已 没错 倘若你用这张符咒再解开一重 实力还会进一步提升 现在我已经是圆刚境了 说再提升 难道能直接迈入七海境 你已经圆刚境了 五道从低道高分别是炼体 蒸气 原发 七海 凌空 化虚六境 小师弟只解开两重封印就能入七海 若是八门全开 岂不是能修成仙人一般的存在 六师姐 六师姐 怎么突然发起呆了 没 没事 这道符咒 还是由你先保管吧 毕竟是师父定下的规矩 不到危机关头 不要轻易打破 好吧 那咱们出发 旅客朋友们 南疆机场到了 祝你旅途愉快 接我们的人已经到了 他会直接带我们去十万大山 没想到六世纪的人脉 也这么广 那是自然 亲爱的 我到了 你在哪 喂 豪门酒店吗 我要订房 怎么了 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 是你太敏感了吧 我怎么没发现 希望是我的错觉吧 南小姐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这次旅行就麻烦你了 不麻烦不麻烦 快上车吧 好 小兄弟 我叫秦玲 你叫我玲玲就行 你好 我叫楚明 接好安全带 咱们出发咯 陈尚 那小子已经上路了 好 害人盯紧他们 要是跟丢了 你知道后果 是 楚明 你害我表哥全家覆灭 我要你不得好死 南小姐 楚先生 你们可真会选地方 在这十万大山 可是选过数一数二的幼稚景气 大面积的绿植覆盖 堪称森林养吧 我听说这里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 没错 这里植被茂盛 地形复杂 据说还有人看见过老虎和蟒蛇呢 怪不得羽蛇会选在这里生存 好奇怪啊 平时这条路上都没什么车子 今天怎么这么多 莫非都是来旅游的 在街上就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 现在忽然又出现这么多车 看来并不是我的错觉 黑哥 您开的是不是太近了 会被发现的 看什么 看老子直接帮陈少解决了这小子 怎么私自动手 若是陈少怪罪 你我可担待不起啊 怪罪 陈少奖励我还来不及呢 这是没张眼睛吗 怎么开车的 敢撞老娘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这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这是没张眼睛吗 怎么开车的 撞老娘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这是怒怒赵 你个天杀的 到底会不会开车 和尚呢 都给老子下来 敢得罪陈大少 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没用 红金八 这些家伙很厉害嘛 当然了 打到的那个就是他们的老大 听说能一打四 凶得很乱 才一打四 数年头这么弱也能当恶霸了 这么弱 你怕是被吓傻了吧 在车上等着 我去活动活动 南小姐 初先生现在下去可是凶多吉少啊 怎么快报警吧 你闭上眼睛数十个数 啊 数数干什么 别问那么多 让你数 你就数 我 我知道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十 六 八 九 十 南小姐 我已经数完了 到底又不要报警啊 你看看窗外 大佬饶命 大佬饶命啊 这 这怎么可能 说 是谁派你来的 我说 我说 是陈家的陈大少 陈如鸣 陈大少 他们派你来干嘛 他就是让我跟着你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大佬 看来这群人只是探路的马仔 问不出什么有用的 那你们撞了我们的车 这事怎么办 我懂 我懂 小姐 对不起 这些钱就当时给您修车了 不用不用 我自己修修就好 拿着吧 不然楚民可饶不了他们 是啊 您千万要收下 那 好吧 好了 带着你的人 马上从我眼前消失 是是是 我这就走 车子还能开吗 当然 我这车质量刚刚的 那就出发吧 好嘞 楚先生真是了不得 居然能单人击退红尽帮 楚民可是江州的恶霸之王 江湖人称黑龙王 黑龙王 黑龙王大人 请放心 今天的事 我绝对不会先冷出去的 柳师姐 你吓到他了 开个玩笑而已 谁知道他会当真 对了 师姐 你认识陈如鸣吗 陈家大少吗 我有所耳闻 刚刚那些人是他派来的 没错 六师姐对陈家有了解 陈家平时比较低调 但实力也不容小许 在江州十大家族里排行第四 难怪我没听说过 可他们为何来找我麻烦 张家与陈家是孤表亲戚 你刚刚搞垮了张家 陈家自然要替他们出头 那为什么张家出事的时候 陈家没有来帮忙 因为在江州那些大家族眼里 你只是个小角色 谁也没料到你能颠覆张家 等到陈家反应过来的时候 瑜伽已经雷厉风行地 将张家产业吞并了 看来咱们这次的十万大山之行 不会那么容易啊 放心吧 六师姐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治好你的 黑龙大人 您的助手到了 可以先在此稍作休整 快走吧 黑龙王大人 六师姐 别闹了 虽然楚明说得轻松 但陈家并不好对付 若是我呢 怎么回事 丹田好像受损得更严重了 哦 那小妮子中了我的咒术 还敢强行转运真气 当真是活腻了 大师 门外有个姓陈的小子求见 说是想让您帮忙解决掉一个人 让他们去找别人 老子还有正事要干呢 农家打探过了 他想对付的人 恰好也是西圣宗的传人呢 好 来的是什么人 是江州陈家的少主 真是天主我也 快带我去见他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好 来的是什么人 是江州陈家的少主 真是天主我也 快带我去见他 九云大师 我陈家能否报仇成功 就全仰仗银了 阿弥陀佛 这是自然 成奸除恶 是我必行之事 父亲 九云大师已同意出手 曲先生 打架光临 真是令寒舍 彭比生辉啊 哼 你不必恭维我 我亲弟弟取音 在江州遇害 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不过你也不用害怕 我此行的目的 并非是杀戮 而是要查清 害他丧命的真相 曲掌门善恶分明 陈某佩服 不过此事 我已调查清楚 谋害屈音大师的 正是此人 屈人是个矛头小子 此人不仅设计 谋害屈音大师 而且做事心狠手辣 当时屈音大师 明明已放弃抵抗 还是被他一掌 击碎心脉 最终不治而亡 这是欺人太甚 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所以还请您和我陈家一起 将他铲除 就算你们不出手 我也要抓到那小子 为我弟弟讨回公道 局掌门是 切海静的高手 再加上九元大师 这次纵使那 楚明有通天之囊 也绝不是我陈家的对手 只要能干掉楚明 瑜伽剩下的这 根本不足为力 到时候 瑜伽的一切 都是我囊中之物 六师姐 这南疆的食物 也别有一番风味啊 你喜欢就好 你怎么了 为什么在发抖 我 我没事 让他看看脉下 你又运转丹田了 这样做会害死自己的 我 我也是担心你 而且不是说离丹田近毁 还有两年吗 但是你昨夜强行运功 众数反噬 丹田随时可能破碎 什么 没办法了 必须现在就去找雨伽 而且你绝不能再运功了 我明白了 南小姐 黑龙王大人 这里这里 马上出发 不要耽误时间了 好的 今天我们要去的 可是这里最有名的景点 双柳桥 不去景区 去山林里 找猛兽毒蛇 可能聚集的地方 你们要找毒蛇猛兽 万一被咬了 可是会捉人命的 无妨 你若是不敢带路 就把我们放在 他们经常出没的路边就行 怎么不敢 我可是南家有名的眼流子 不过去那种地方 要加钱哦 快些 少不要雨啊 好嘞 少爷 他们进山了 跟紧他们 等他们踏入无人区深处 就开始计划 是 楚明 这次你是插齿难飞了 兄弟们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出发 这是谁家的少爷 出门竟然带一百多号人 看着好可怕呀 陈少 事成之后 银僧可要好好快活快活 大师放心 全都给您安排好了 哈哈哈哈 陈少果然懂我 这里也是我之前发现的一条小路 咱们就从这里进去 肯定能长到蛇 事不宜迟 走吧 哎 两费 等等我呀 这里地形复杂 没有像的 我会走丢的 对了 你们想找什么样的都蛇 具体的样子 我也不是很清楚 前方就有个地方 听说有很多种类的蛇丑木 说不定有你们要长的那种 快带我们去看看 好嘞 真是两个惩祸 那二位要跟上了 好 师姐 你这位朋友不太对近 我也发现了 就在这边 快过来 来了 没错 就是那里 只要你踩下去 只要你踩下去 快呀 再走一步 我说 戏演得差不多了吧 没错 就是那里 只要你踩下去 快呀 再走一步 我说 戏演得差不多了吧 啊 初先生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那我就再说得明白点 你故意把我们引到此处 并不是想帮我们抓折 而是为了抓住我们吧 你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寻常导游 怎么可能同意游客 前往危险之地 但你不仅敢 还这么积极 就算是为了赚钱 也过于鲁莽了些吧 哼 楚先生还真是明察秋毫 可惜 即使你不掉入陷阱 今天也走不了了 楚明 你灭掉我舅舅一家 今天我就要替他们报仇 看来你就是陈下少养 不过想找我算账 要看你有没有那本事 老子看你能嚣张多久 跟我上 上 主意别弄死了 抓活的 带回去亲自收拾他 明白 哼 就这点喽啰 还不够我暖身呢 有事情 先别动手 这么多人 我利用一下就可惜了 要做什么 把他们引到山林山出去 让开 哪里跑 你是听不懂人幻吗 我要活的 都不准开枪 谁最新抓到楚明 是要奖励他一千万 一千万 我拼了 都别跟我抢 陈上 我已经把人给你引过来了 咱时间收好的一百万 都在这张卡里了 谢谢陈上 陈上 这妞贫僧很喜欢 陈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九元大师能看上 那便是你的福分 好生伺候大师吧 钱不会少你 小美人 贫僧会好好待你的 不要啊 那小子怎么不见了 给我搜 肯定就在这一片 陈师姐 刚才你听见没 我现在 可是这一千万呢 不如这样 我把你交出去换钱 等钱到手 你再想办法开溜 事成之后 咱俩一人一半 呃 你是会赚钱的 不开玩笑了 你把他们引到这山林深处 是做什么 蛇天性喜庆 他们这么多人 正好将这里脚的鸡飞狗跳 羽蛇受到惊扰 自然就会出现 这个方法好 不愧是小师弟 救命啊 我被蛇咬了 发现了 过去看看 他们在那 我没杀 只是条吃链蛇 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怪物 没有怪物啊 怪物 八成就是羽蛇了 这是什么东西 傻了我做什么 快打他呀 师姐快看 真的有羽蛇 跟进点 千万别让他跑了 臭小子 站住 那江湖居然爬上崖了 我们也跟上去 好 六师姐 注意安全 放心吧 就算不用真气 我也能行 好 今天一定要抓到羽蛇 只要有了他的蛇胆 六师姐就有救了 这里人竟然徒手喷炎 快追啊 这小的是一千万的 老子豁出去了 绝对不能让一千万跑啊 是一帮人真是为了钱 连命都不要 别管他们了 你先上去 我都喝 好 这里居然有人 你就是楚明 这是 这羽蛇 可是前辈抓住的 没错 我需要此蛇为药引 给人治病 往前辈成全 可以 如果先打赢了我再说 闻见 这位前辈 我与你无怨无仇 为何出手便是杀招 好一个无怨无仇 你可记得举鹰 她是我的亲弟弟 是她 师弟 追兵我都搞定了 羽蛇呢 我们来晚了一步 已经被这位前辈抓住了 喂 这羽蛇我们追了半天 你说抓就抓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少废话 想要此物 那就先打败我 啊 这可是你自找的 这世界自会有月 我天一见门不伤父辱 还请小姐张开 你看不起谁呢 前辈 前辈面对六世锦 只守不公 文凭正直 也许事情还有转机 这南疆的女人 真是别有韵味啊 大师 我的手下这么久没回来 应该是办杂了 看来 火珠楚明还要您出马 没问题 不过 他旁边的女人 要交给我 可以 我陈家只要处名 其他的任凭大师处置 好 那求老姑子的弟子 我可是垂涎很久了 六世锦 你先出手 我同前辈有话要说 这家伙确实不好对付 前辈 你弟弟许音 当初助纣为虐 不需挟持妇儒 我也是为了救人 不得已才对他出手 这绝不可能 当时被挟持之人 正是瑜伽大小姐 以前辈的能力 要想查明此事 应该不难 好 若是你有半句假话 不论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定会将你 斩于剑下 好 晚辈若是说话 任由前辈处置 曲施主 可别被他们诱骗了 他害了你弟弟 可是事实 杀人成命 天经地义 我曲阳一声磊落 若是我弟弟 真做出了劫持妇如之事 那这仇不报也罢 怎么又来了个和尚 看他周身气息 恐怕也踏入了七海境 这和尚修为不低啊 尽凭现在的我和楚明 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 此人身上为何有股熟悉的气息 让人止不住地发冷 小女娃 好久不见哪 什么意思 我可从未见过你 那贫僧便帮你回忆回忆 我的灯铁 好痛啊 就是你给六师姐下的咒术 没错 你们七圣宗的弟子 贫僧一个也不会放过 如今六师姐病情加重 必须立刻治疗 否则怕是性命都难保 此敌不宜久留 必须先夺下雨舌再说 小子 这么着急送死吗 是 你世界与他纠缠了 必须想办法速诊速学 小子 就凭这几根针 可伤不到我 这个呢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一些特质的药粉 对付你这种肮脏之人 刚好 前辈 令地之事我绝无隐瞒 即便你要报仇 也不应该牵连我世界 也罢 我与那女娃并无仇怨 你自便吧 但取阴之事 我定会调查清楚 多谢前辈 这就是雨舌弹 前辈之恩 楚明日后定会报答 六师姐 舌弹已经拿到了 坚持住 我现在就带你去治疗 该死 竟被那小子暗算了 他们人呢 刚刚跳下悬崖 逃走了 那还不快跟贫导 一起去追 今天绝不能让那小子逃了 不急 出来吧 陈上 曲先生好眼力 就是太单纯了些 竟会相信那小子的鬼话 曲音的品性不端 我也略有耳闻 如今你们和楚明各执一次 真假难辨 还需进一步调查 无论如何 你弟弟丢了性命是真 你就这么放过楚明 若是曲音真的咎由自取 我也无话可说 哼 没想到堂堂天一剑掌门 竟是连血仇都不报的 畏缩之徒 闭嘴 我天一剑门 还轮不到你支持田田 阿弥陀佛 曲施主 何必如此纠结原因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岂不痛快 你身为出家人 却善恶不分 做事残忍至极 不配合我说话 我与陈家的合作 到此为止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我与陈家的合作 到此为止 告辞 真是顽固不化的东西 成王败寇的道理都不懂 陈少请放心 即便没有他 只要贫僧在 那小子也跑不了 还是大师靠谱 事成之后 丑劳任你开 好 那贫僧先行一步 爸 那曲阳靠不住 您再派些人手过来 绝对不能让楚明 活着回去 六师姐 坚持住 必须尽快找一个 可以藏身的地方 此处林草茂盛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别有洞天 太好了 果然有个山洞 空间不算狭窄 还有水源 是个好地方 敌人一时半会儿 应该找不到这里 六师姐 我现在就给你治疗 到 到家了吗 坏了 初明 初明 救我 六师姐 你冷静一点 这些都是你幻术发作 看到的幻想 你把这颗蛇胆扶下就好了 休想害我 这是毒药 不好 还好接住了 要是蛇胆落地破碎 就全完了 六师姐目前神志不清 让她自行扶下解药 也是不可能了 好苦 六师姐 得罪了 初明 你 蛇胆的药效已经激发 要尽快行之隐气 地有九阴 天有九阳 气脉长存 万象归一 果然有用 咒术的第一层已经破开了 大师 您说的果然没错 这里有个山洞 糟糕 什么快就被发现了 小子 我知道你就在里面 乖乖束手就擒 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 大师 这洞穴里面情况不明 那小子有点功夫 贸然进去有点危险啊 说的有理 那就放火烧 把他们熏出来 若是火出 就会他们活活枪死在里面 哈哈哈哈 大师应了呀 快 再拿些柴火 我来倒摇 可以了 点火吧 是 哈哈哈哈 看你们能在里面坚持多久 这些家伙 竟然放火 六世纪此时正是虚弱的时候 若是吸入龙烟 就是神仙也难救 先帮他掩住口鼻吧 如果继续躲在这里 怕是真正变成熏肉 要想突围 只能使用七十不教的那招了 不明 我教你的道术 可不是寻常功法 你需解开两重封印 才能使用 功法反噬 就凉凉了 如今我已经自行破开一重封印 六世纪身上还带着一张解封符 只能自己动手找出来了 这是红尺 居然还有真火 真陰险 不行 宠明被这么干掉的话 我就查不到我弟弟的真相了 我就不信 这样你还不出来 哈哈哈哈 不愧是大事 这一口真火下去 硬向他们屁滚尿流 是啊是啊 哼 还要让你们失望 硬 解除 大风无鱼 大象无形 水癌 怎么回事 地震了 我好像又是从洞里发出的声音 这 这怎么可能 他竟能招来水龙 啊 我不会游泳啊 救命啊 这水龙 就能到他安全的地方 臭小子 你是逃不出贫僧的手掌心的 这和尚 真是阴魂不散啊 罚命来 这下真的躲不开了 这下真的躲不开了 雪 雪阳 你这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竟敢阻拦我 智力交给我 你们快走 前辈大恩 处于他日 必当报答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雪阳 你这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竟敢阻拦我 吃力交给我 你们快走 前辈大恩 处于他日 必当报答 这里应该安全了 糟糕 六师姐昏迷不醒 无法避泄 只灌了一肚子水啊 得赶快帮他把水逼出来 哦 好了 六师姐一会儿就能清醒了 我趁现在 居住雪阳前辈一臂之力 这次定要除掉那个和尚 抵决后患 就凭你这实力 也敢跟贫僧叫板 你 你这个 黑白不分的肮脏家伙 真是无道之指 死到临头了 还敢损硬 那就别怪贫僧不客气了 住手 小子 你还敢逼了 好大的力气 这小子气息 怎么突然变得如此之强 封和尚 咱们之间的账 该算一算了 有点不对劲啊 还是抓个英致更为稳妥 给我过来 小东去前辈 做梦 臭小子 别以为得了点机缘 就能胜货贫僧了 废话少说 看招 纯祸 弄样的伎俩 我可不会上胖第二次 我可没指望你会中招 你会全胖 还是重头戏 就给我掌力 明明片刻前 你还是元刚剑 怎么会这么快 就踏入七海境 只是取回部分属于我的力量罢了 好啊 不愧是求老太婆的弟子 临阵突破 银僧也是闻所未闻 你认识我六师父 他就是化成灰 我都认识他 当年 我正在跟一妇人玩了 没想到那老太婆 不仅出手 坏我好事 也只转伤了我的丹田 等着我再也无法提升修为 老天有眼 竟然让我遇见了南陵 我就给他下了咒术 他师父的债 就让他来还吧 竟然如此 你这种人 就不配活在这世上了 九云大师 臭小子 你竟敢对九云大师戳手 所有人 给我开活 是 你走 好痛啊 完全动不了了 怎么都躺下了 你们这句废物 快给我起来 你 你 对我 怎么了 什么 自然是送你上路 家 家主没了 那小子竟然对家主下厮守 如果你们也想体验一下 我可以成全你们 不 不用了 一个月几百块钱呢 我们可不拼命 前辈 连累你了 我先用真气帮你疗伤 这口鱼血吐出 就没有大碍了 多谢楚兄弟 这小子心性无坏 想必取音的事 可以从他口中听到真相 你可否告诉我 你和我弟弟取音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 不过此事说来话长 我要赶回我六师姐身旁 咱们边走边说吧 好 你确定那小子 带着那小女儿 往这边跑了 没错 我看得真真的 地震 不会是那小子 又掉头回去了吗 也不知道父亲 带了多少人手 不如我们先去吃月 少爷多虑了 那边有九元大士 就算楚明回去 他也是死路一条 你小子有点脑子 谢谢少爷夸奖 少爷 找到了 那女的在那 这小妞身段是真不错 去把她绑了 等会儿 也让你们快活快活 是 小美人 蛋 谁 谁在那 虚然敢动我六师姐 你怎么在这 都九元大士也败了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虚然敢动我六师姐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在这 九元大士也败了 还愣着做什么 开打呀 让他我重重有赏 是 说 说今我已迈入浅海境 速度更甚从前 区区几只见识 能耐我喝 怎么回事 根本看不清啊 那小子到底是人是鬼 啊 好痛啊 这废话 我得赶紧跑 却不能射在这 让你走 啊 我的腿 我的腿怎么动不了了 楚明 你不能对我抽手 陈家不会放过你的 你现在有资格 跟我说这种话吗 楚大哥 饶了我吧 只要你放过我 我愿意把陈家 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接管了你们陈家的一切 我至少得是亿万富翁吧 是啊 我们家很有钱的 我都给你 都给你 只要你放我走 真是令人心动的体 可是 拒绝 我 为什么 从你对我六师姐 动了歹念那一刻 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六师姐 咱们回家 我突然觉得 有个男人可以依靠 也蛮不错的嘛 师姐 你说什么呢 今日多谢娶前辈相送 应该的 能认识楚兄弟这样的朋友 娶毛也很荣幸 我就不多讨扰了 告辞 这人倒是个洒脱正直的 是啊 习武者 就因像娶前辈这样 品行端正 心怀正义 那师父们可有教过你 修道者应当如何 并师姐 这个师父们教过的 他们说 修道者 等妻妾成群 尔孙满堂 你胡说什么呢 师父们怎么会像你这些 不理你了 六师姐 别生气嘛 我开玩笑的 飞机已经起飞 请大家尽好安全带 不要随意走动 陈家覆灭 江州肯定有所动的 你有跟瑜伽联系吗 暂时还没有 怎么了 你可以拉拢瑜伽 成为你的助力 让他们趁机吞并陈家 只有这样 你后面的路才好走 什么意思 我为什么要拉拢瑜伽 因为 你五师姐就在江州第二的王家中 他注定会与你为敌 与我为敌 为什么 其实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总之 你必须快速培养起自己的势力 否则 五师姐就是你最大的麻烦 是楚明 他终于联系我了 蜜蜜 我有事先走 今天就不跟你一起吃饭了 什么事这么着急 有个很重要的人约我 你懂的 呦 王上 那不是你的小未婚妻吗 楚明 你终于肯打给我了 嗯 好 好 我马上到 楚明 听上去是个男生的名字 喂 你们可知 这楚明是谁 好像是瑜伽最近认识的一位天才少年舞者 对对 听说帮瑜伽吞并张家的 也是他 这瑜伽 明明决定与我王家联姻 现在又利用瑜林里 攀附五道强者 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走 跟上去 是 我倒要看看 瑜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鸡肉味 嘎嘣脆 你还真是吃多少次都吃不腻呀 你这么着急约我出来 不只是为了吃汉堡吧 当然不是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你赶紧通知你爷爷 陈家即将衰败 可以趁势吞并了 啊 陈家 他们可是江州第四家族 怎么会先易衰败 前几日我去南江 结果陈家家主带人偷袭我 为了自保 我就把他们都解决了 啊 解 解决了 你是认真的吗 七个师姐 哼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前几日我去南江 结果陈家家主带人偷袭我 为了自保 我就把他们都解决了 啊 解 解决了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 你们可得下手快点 不然等到消息传开 陈家的产业归谁 可就不一定了 好 我这就给爷爷打电话 哼 话带到了 我就先回去了 我这几天都没睡好 得回去补个觉 啊 这就要走了 对对对 差点忘了 我还有件事要和你说 我还有件事要和你说 是什么 你要不要做我的弟子 怎么又是弟子 我才不要 你考虽考虑 你考虑考虑嘛 少爷 那小子竟然跟您未婚妻拉拉扯扯 要我们上去教训他吗 这里人多 等他们分开了再动手 他们出门了 跟上去 等楚明落单 然后 你们懂的 楚明 这次出去是不是很辛苦啊 我看你都有黑眼圈了 小事 我回去睡一觉就好了 那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不用不用 你还是快去通知 余老处理陈家 此事最要紧 那好吧 拜拜 唉 辛辛苦苦搬到陈家 还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我 却只让我当他徒弟 这家伙到底怎么想的 喂 灵灵 什么事啊 吞并陈家 他们现在如日中天 你这丫头 怕是在开玩笑吧 才没有 爷爷 陈家家主和所有高手 都已经被楚明解决了 什么 终于到家了 终于回来了 你们是谁 臭小子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我们今日 就是来取你狗命的 我去 这是要干架呀 老婆子 怪溜 就凭你们几个 还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离开 我可以当这事没发生过 少给我装大头算 兄弟们 给我扮他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了 揉命啊 说 你们是谁 为何要再次拦我 大哥 我们是这附近的镜射棒 有人给钱让我收拾你 那人是谁 我只是收钱办事 别的不清楚 要是不说 你可就回不去了呀 大哥 不 大爷 美人当时戴着面具 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呀 看来他没骗我 滚吧 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是是是 这小子好厉害 这么多人都拿不下他 得赶紧告诉少爷 少爷 那小子是个练家子 我找过去的人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真气外放 操控随心 看来这个楚明 是个硬茬啊 王少 他这么厉害 咱们该怎么办呀 不用慌 这种水平的舞者 我们王家也不少 对付他 还是绰绰有余的 您这是准备动用 王家金刀门的力量了 没错 既然他招惹了 我看上的女人 那就别怪我心狠了 二位慢走 刚才我没听错的话 那小子说 想找人对付我楚爷 得赶紧通风报信 楚爷 快开门 我是小耗子呀 哦 这么晚了 找我干嘛 刚刚我在酒吧 亲耳听到 有两个小子 在背后商量着 要找人对付你 你一定要小心啊 是王家的人吗 楚爷 您都知道了 我是猜的 你还听到了什么 他们好像提到了什么 金刀门 好 多谢了 你先去忙吧 哼 看来是因为 我和于玲玲 走得近 所以王家 把我当成绊脚石了 林林娜 为什么忧心忡忡的呀 爷爷 吞并陈家这么大的事 光是二叔出面 能行吗 当然不行 只有他 陈家剩下的人 恐怕不会那么轻易投降 那您还派他去 慌什么 此事你爸 已经亲自回来处理了 你二叔 不过是去帮他 打个下手而已 啊 我爸 他不是在国外吗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此事你爸 已经亲自回来处理了 你二叔 不过是去帮他 打个下手而已 啊 我爸 他不是在国外吗 家主到 爸 您怎么突然回来了 自然是要解决 陈家的事 怎么样 一切顺利吗 已经办妥了 我出面 他们自然乖乖配合 嗯 不错 这次多亏了楚明 我们于家的实力 又增长了不少啊 是啊爸 咱们能拿下张家和陈家 都是楚明的功劳 咱们以后再也不用 看王家脸色了 哼 我得让爸知道 楚明的厉害 争取许香和王家的会约 哼 不看王家脸色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啊 如今我们已经吞并了张辰两家 难道还要说王家的摆布 天真 王家的实力 可并不只是表面的生意 可是 好了 你问问楚明明天有没有空 我想见见他 有空有空 他肯定有空 这孩子连续两次 帮了瑜伽这么大的忙 我身为家主 理应亲自道谢 你可一定把人给我带来呀 交给我吧 明天绝对把楚明给您带过来 嗯 哎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喂 谁啊 楚明 是我 你说什么 你爸要见我 楚明 帮我拿下毛巾 哎 你这是怎么了 一到早上就心神不宁的 于灵灵昨晚打电话说 她爸要见我 一连续两次让瑜伽占了大便宜 她身为家主 一定是想感谢你吧 可是最近王家已经盯上我了 此时我再去和于家主见面 可能会激怒王家 对于家不利 怕什么 既然你想收于灵灵做弟子 这些事都是你要面对的 毕竟要在江州开宗立派的话 王家是你绕不过去的坎 和他们队上只是早晚的事 童苗 我来接你了 快下来 来了 来了 嗯 她身边怎么有个女生 六师姐 我走了 好 拜拜 看这小姑娘的表情 应该是误会了 不过 也不算是误会吧 走吧 咱们出发 哼 啊 慢点 慢点 这年轻人怎么开车的 屋里的女生是谁 这么早就在一起 她是不是在你那过夜了 那是我六师姐啊 你忘了 在张家的时候 她还救过我们呢 哦 对 我想起来了 女人 果然是一种危险的生物 对了 你爸怎么突然要见我 当然是为了亲自感谢你啊 而且只要他点头 我就不用叫他王家了 嘿嘿 楚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啊 连续搬到了张臣两家 于家主客气了 都是小事而已 不足挂齿 在下还有个不情之情 请说 可否请你离林里远一点 啊 什么 王家一直暗暗关注着于家的动态 想必如今已经知道了你的存在 而且我们两家早有婚约 你是我们于家的恩人 我不想把你牵扯其中 爸 你是派王家对楚明下手 没错 虽然楚先生实力超群 但王家也不是等闲之辈 我们不能拖累楚先生 原来如此 爸 如今我们实力也不弱 大不了就跟王家鱼死网破 你想得太简单了 王家有金刀门在手 瑜伽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楚先生 我明白林林对你的心意 但局势所迫 希望你能理解 爸 我不想嫁到王家 林林 你先回房间去 我想和楚先生单独谈谈 小姐 请吧 哼 我自己会走 对不起 楚明 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没关系 你先回去吧 七个十 七个尸简 保我无敌 七个尸简 保我无敌 七个尸简 保我无敌 林林 你先回房间去 我想和楚先生单独谈谈 小姐 请吧 哼 我自己会走 对不起 楚明 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没关系 你先回去吧 于家主 你的顾虑我明白 不过区区一个金刀门 我还是对付得了的 楚先生 不是我不愿相信你 只是此事重大 一旦行差踏错 整个于家都要为此陪葬 于先生说得没错 可这种通过牺牲家人换取的地位 真的能够长久吗 你以为我想吗 林林可是我唯一的女儿 看在林林份上 金刀门我会处理 于先生 请静后佳音吧 请留步 于老 你也是来劝我离林林远点的吗 我早已不是家主 如今只想让我唯一的孙女开心 既然她离了你就不开心 我为什么还要劝 那您的意思是 老头子我年轻的时候 也曾因为一些原因 放弃过自己遇到的良人 我怕你也像我一样 因为一点事情就选择放弃 最后后悔一生啊 像于林林这样好耕骨的弟子 的确不能轻易放弃 所以老头子我支持你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多谢于老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唉 于传志那小子还是没看清楚啊 除名小友的未来 可不是一个王家可以逼你的 什么 于家还敢攀附别人 是啊爸 我亲眼看到的 那小子什么实力 我已经找人试探清楚了 是七海镜 哼 为了一个气海镜 就与我王家作对 于家真是数目寸光 哥哥别动气啊 既然于家态度暧昧 那咱就逼他一把 相信他们不会不学好歹的 也好 烈音的事要尽快 明天我亲自去于家 为池鱼定下婚期 我代表王家亲一趟就是了 哥哥亲自去 岂不是太给他们面子 也好 就由你出面吧 各位 这是王家刚刚送来的拜帖 他们想和我商议一下 池鱼和林林的婚期 这么突然 大哥 这哪是商议 分明就是下命令 哼 待明日王超群来了 我定要好好问问他 你怕是问不到了 因为明日来的不是王超群 而是二人当家 王超英 荒唐 儿子的婚事居然不亲自来 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于家 父亲别动气 这王超英虽然是个女人 但也算王家的掌权之人 王超群这是故意敲打瑜伽呀 我何尝不知道 但现在还需要隐忍 所以我还是要嫁给王家 是吗 林林 爸 你为什么宁可把女儿推进火坑 也不愿意相信楚明 我讨厌你们 林林 你这么晚叫我出来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楚明怎么办 王家明天就要来我家一亲了 你父亲还是没有改变想法 没有 我爸他做事一直是想求稳妥 从不做冒险之事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婚约的事就交给我 我不会让你嫁入王家的 你能帮我解除婚约 应该可以的 但我也不想让你父亲太为难 可是你这么做 就是要与王家撕破脸了 你真的逗得过他们吗 就算逗不过 那我也要试试 既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来江州是为了开宗立派 而王家这些恶霸地头蛇 就是最大的阻碍 开宗立派 刚下山的时候 我不懂城市里的弯弯绕绕 现在我渐渐明白 这个社会很复杂 有时就算想做好事 也必须先解决掉 一些绊脚石才行 七师姐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七师姐 喂 楚明 你速来我家一趟 我和你六师姐 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事这么着急 你来了就知道了 挂得真快 灵灵 我有事要先走一步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到底 那明天的一期 我要怎么办 你只管去 其他的全都交给我 全都交给他 就是喜欢他这幅自信满满的样子 你真准备 把五师姐的事告诉楚明 莱西尔背叛宗门 根本不配做五师姐 现在突然和他说这些 我怕他接受不了啊 怕什么 师弟他很快就会和王家对上 到时候你想瞒也瞒不住 那等会儿小师弟回来 怎么向他张口呢 嗯 一些字信你 还是是问你说吧 师姐你行事果断 还是你来吧 你来吧 你来吧 你来你来 楚明 你回来了 六师姐和七师姐呢 他们在客厅等你 我知道了 这两人 气氛有点不对啊 难道他们又闹矛盾了 两位师姐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到底所为何事啊 我们一起说 好 楚明 今天叫你来 是为了跟你说说五师姐的事 五师姐 我听说他现在在王家 没错 那你知道 他为什么一直待在王家 从不外出吗 因为 王家对他有恩 错 是因为他立于心心 背叛师门 背叛师门 不可能吧 他违背师命 一直在王家炼制禁药 王家在江州 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 靠的就是他 可是听说五师姐 性格温润如月 无比善良 怎么可能为他人炼制禁药 起初我和你一样 也不愿相信这件事 于是便前往王家 可他却一直闭门谢客 那会不会是 不会 老五的修为不在我之下 想要离开王家 简直一如反掌 既然如此 那就待我解决王家之后 再找五师姐问个清楚 你说什么 解决王家 我来江州之后 于连连帮了我不少忙 这次王家逼迫他联姻 我不能不管 而且我绝不相信 五师姐会背叛师门 解决了王家 正好可以当面问清楚 你真的想好了 稍有差池 恐怕你自身都难保 一味求稳 如何在江州开宗立派 两位师姐 你们想想 若是能得到江州本地 豪们的支持 这事不就容易多了吗 我明白了 你屡次师安给于迦 若这次再救下于迦敌女 那他们就算是 彻底跟你绑在一起了 倒是一步好奇 你这傻小子 怎么突然这么聪明了 这不都是为了 咱们宗门吗 解决王家开宗立派 楚明果然是个 不得了的人物啊 王二当家 欢迎欢迎 怎么不见于传志 出来迎接啊 难道是觉得 小女子资格不够 这女人真是大言不惭 明明他们王家家主 不来再现 就是 二当家说笑了 于家主 已在客厅等待了 哼 那就带路吧 这边就是正厅了 如此小气 你们于家还真是落魄 于家历来习惯节俭 从不追求什么奢靡之风 奢靡也要有奢靡的本情啊 真是欺人太善 这哪里有半点结亲的样子啊 都给我闭嘴 王二当家请坐吧 令之与小女的婚事 咱们慢慢详谈 做就不必了 我来是通知你们一声 下周三就是吉日 婚期就定在那天 话一讲完 我就失陪了 等一下 联姻是两个家族的大事 王家这样一言堂 恐怕不合适吧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杜先生 您现在突破原杠境了吗 你问这个做什么 眼下的事跟武道境界没有关系吧 当然有关系 你一个只有真气静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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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的决定 你们记住 我王家愿意与瑜伽联姻 已经是抬举你们了 你们没有偷家还家的资格 再啰嗦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小杜 你没事吧 那女人刚刚的话 老家主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这王家 根本就不把咱们放在眼里 找魂不结也罢 都兄此言诧异 不论怎样 只要攀上王家 我们瑜伽做事 也能借助王家的东风 势力自然会更加强大 那我们日后 岂不是就要任由王家拿捏 事情已经发展到如今地步 除了联姻 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够了 传之 依你看 此事该怎么办 就按王家说的做 一周后 让玲玲出嫁 小姐 前厅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些了 您 看开点吧 我没事 你下去吧 是 楚明 你快点来呀 这么多房子 王家竟然在寸土寸金的江州市里 有这么大的地盘 还真是财力强横啊 我不知道我五十姐的样貌 要想找到它 只能凭真气感知了 得小心点 要是被王家发现 就麻烦了 我刚才是不是来过这里了 我不会是迷路了吧 喂 你干什么的 糟了 被发现了 只能委屈你们睡一会儿了 这样忙着也不是办法 看来 只能赌一把了 七圣宗的真气 是赌一无二的 若是师姐没有叛逃 感受到我的真气 一定会回应的 王某 求见蓝小姐 家主 小姐她正在小气 无妨 那我就在此处等她醒来 老哥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这楼里住的什么人 连怎么家主都要这么恭敬 这可是家族机密了 不想死就少打听 是 小姐 家主说她会在门口等你醒来 这又是何必呢 任笔桑田 变苍蝇 一碗丹药 定天春 小姐 您要找什么 告诉我就好了 没关系 我自己来 小姐 您为什么对家主避而不见呢 王家和瑜伽订婚 按照规矩 家主今日要亲自登门下聘 可现在她却出现在这里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小的不知 因为王家主觉得 留在这儿 比去瑜伽更重要 这不是好事吗 说明小姐本事大 连家主都不敢带吗 她看中哪里是我 只是我炼制的丹药罢了 当初被她救下 为了报恩 我才不得已帮她炼制禁药 如今看来 不仅害了她 也害了我自己 这是 七圣真气 小文 你去通知王家家主 就说我身体不适 今日不见客了 请她明日再来 是 黄家主 您请回吧 我家小姐身体不适 今日就不见客了 蓝小姐身体不适 要不要我请人来看看 多谢家主挂念 小姐说她休息一日便可 还请您过后再来 好 那王某明日再来拜访 家主慢走 身体不适 糊弄谁呢 我等凶事有真气傍身 岂会轻易生病 几位师姐 没自我进入王家 就和我断了联系 今日总会突然到访 难道是来追究我 违背生命纪律的事吗 既然如此 那就做个了断吧 太好了 五师姐回应我了 顺着这道真气 定能找到他 谁 小姐莫慌 我只是来此寻人 绝无恶意 寻人 你难道不知 这里是我蓝仙二的独居吗 你就是五师姐 我是楚明啊 你认不出我了吗 心凭声音我无法确认 你放出真气 让我感受一下 真的是你 当然是我 师姐 你的眼睛怎么了 看起来不太对啊 我 我已经 什么都看不见了 什么 是王家把你弄成这样的吗 不关王家的事 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是我愧对师门 你也不必再叫我五师姐了 我没有那个资格 师姐小心 师弟 你今天来这儿 可是为了清理门户 清理门户 师姐 你说什么胡话 我才不相信你会背叛师门 我今天是来带你走的 真的 你真是来带我走的 我说蓝小姐今日怎么不见客 原来是打算不辞而别 王家主 你误会了 不是你讲的那样 好 那是什么样 王家主 我师姐在你这里住了这么久 也该出去走走了 不是吗 口气倒是不小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废话少说 放给我住手 王家主 你若是再对我师弟出手 我们之前的约定就不做数了 哼 看在蓝小姐的面子上 今日之事 我不与你追究 快走吧 五师姐 我们一起走 师弟 你就别管我了 此事屋外 肯定已经埋伏了许多高手 我不想连累你 况且 如今我已经无处可去了 说真要离开王家 也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方式 五师姐 你放心 不管发生了什么 七圣宗都会站在你这边 我还会再来的 你保住身体 七圣宗 还会收留我吗 蓝小姐 最近这段时间 江州将有大事发生 为了您的安全 请您切勿离开王家 我知道了 照顾好蓝小姐 若是出了问题 我拿你试问 是 是 只是一圈就能有如此威力 此人不可放任 若是不能收服 那就必须尽快除掉 你去哪儿了 怎么才回来 刚刚去了趟王家 还和王家家主过了几招 什么 真是胡闹 王家家主是成名已久的武道高手 你这样贸然出手 受伤了怎么办 放心吧 七师姐 只是耗费些气力罢了 虽然王家主也是气海镜 但他应该是服用禁药 提升的修为 最多只能算个气海出息 那你也不能掉以轻心 不管怎么说 那可是气海镜 对了 你见到老五了吗 见到了 是不是如我所说 他还在为王家炼制禁药 五师姐看起来 像是有苦衷的 他被王家关起来了 而且还失明了 你说什么 他失明了 这不可能啊 我上次见他还是好好的 难道是王家搞的鬼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五师姐 确实与王家无关 先不说老五了 王家二当家 今日已经去向瑜伽提醒了 你再不想办法 你的宝贝徒弟 可就要嫁人了 多谢师姐提醒 那我先回去了 看王家主今日的样子 想必王家其他高手 也是一群速成之辈 倒是让我安心不少 喂 楚明 跟你预料的一样 我们家已经有人 开始反对这门青事了 太好了 要是瑜伽铁桶一块 还要费点力气呢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我都替你想好了 七个师姐 保我无敌 喂 楚明 跟你预料的一样 我们家已经有人 开始反对这门青事了 太好了 要是瑜伽铁桶一块 还要费点力气呢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我都替你想好了 你终于回来了 什么事那么重要 非要当面说 昨天 楚明去见了老五 什么 他一个人去了王家 没受伤吧 没有 但楚明说 老五他 失明了 失明 怎么可能 难道是王家 对他用了什么 肮脏手段 他说与王家无关 不过据我推测 老五进入王家 肯定和此事有关 既然如此 那我现在就去王家找他 当面问个清楚 你冷静点 楚明昨天去王家 已经打草惊蛇了 你现在去 岂不是自投罗网 那你说怎么办 难道要等着王家 打发慈悲地 把人放出来不成 我有办法 你有 没错 我已经想到了 负面王家的办法 但还需七师姐 给我当个睡客 这个没问题 不过 我还是要听听你的计划 瑜伽坚持联姻的 根本原因 就是害怕此事不成 危及自身 如果我们能再 拉拢一个势力 不仅能让瑜伽安心 还能让我们的胜算 更大一些 可是在江州 有哪家会想不开 去和王家叫板 就是江州第一家族 西门家 西门家 我倒是有所耳闻 传闻他们老家主 实力强横 能有如今的地位 全靠他当年 打下的江山 没错 如今西门家 不比当年 更何况 这些年王家 一直对他们冷嘲热讽 想必他们 也咽不下这口气 有道理 那我就陪你去一趟 想要获得西门家的支持 光靠一张嘴可不行 对拿出他们心动的利益 做交换 七师姐说得在理 筹码 我已经准备好了 停车 这里是私人住宅 旁人不能入内 您好 我们是来找西门家主 谈生意的 麻烦通报一声 能见到我们家主的 都得是江州 有名有姓的人物 请问你是哪位 我叫楚明 劳烦大哥通报一声 楚明 没听说过 无名小卒 可进不了我西门家的门 赶紧走 小哥 我是上面的执行总裁 这是我的名片 辛苦你 通报一声吧 好美 不不 好的 好的 关键时刻 还是含双靠谱 哼 哭不了多久 我的名号 也会响彻相招 哼 这鱼一天 钓上来八百遍 真是无趣 家主 盛美的执行总裁求见 不见 没看见我正在钓鱼吗 是 我这就把他们赶走 他们 来的人里还有谁 还有个叫楚明的小子 竟然是他 快请他进来 是是 看家主这反应 这楚明怕是个大人物 管家 立刻去准备会客厅 把最好的茶水 糕点都背上 迎接贵客 是 这新闻家办事的效率 可真低啊 再等会儿 应该快了 各位就等了 楚先生 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您见谅 我这就带您去见家主 有劳了 三位请 楚先生 久仰久仰 你的事迹我都知道 你可是少年英雄啊 我 少年英雄 您随我来 咱们坐下说 坐下说 这么热情 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这不正好吗 把这里当自己家就好 西门家主 我这次来其实 是想和你谈个合作 合作当然没问题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是想让我帮你们 一起对付王家吧 没错 我希望西门家 能出手助我一臂之力 当然可以 王家在江州 小张麻扶 做个多端 我早就有这个心思了 不过 我西门家早已 隐退江湖 让我贸然出手 我西门家早已 隐退江湖 让我贸然出手 恐怕不合适啊 事成之后 王家的家产 全部归您 如何 楚先生误会了 王家的家产虽多 但我西门家 还没放在眼里 我只有一个要求 由你来做 我西门家的 武院镇守 我不同意 我们是来谈合作的 可不是来卖师弟的 这位小姐言重了 我只是觉得 楚先生武功高强 希望他能为我们所用罢了 您这样做 是在担心 我们日后 也会对西门家出手是吗 不错 我这不算是 起人忧天吧 可是西门老家主 武功盖世 从无敌手 恐怕是您多利了 话虽如此 但父亲毕竟年事已高 我也不愿 让他再为家族操劳 这才想邀请楚先生坐镇 不知楚先生意下如何呀 西门先生 我这次来江州 为了开宗立派 镇守我恐怕不行 但我可以和你结成同盟 为你培养门人 等等 开宗立派 你不是瑜伽 请来的扩大势力的帮手 当然不是 那你为何帮助瑜伽 灭了张辰两家 是张辰两家想要害我 不得已而为之 当初下山有幸结识瑜伽 所以就顺手送给瑜伽了 那你这世水人情 可真够大的呀 若是西门家主 同意此次合作 今后西门家有难 我楚明绝不会坐视不理 好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我愿助楚先生一臂之力 那此事就拜托了 哪里的话 都是一家人 且慢 此事还有待商议 爸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你小子就要把西门家 给折腾垮了 老家属 您这是何意 楚小友 并非是老夫不信你 即便是老夫出手 你我二人也不是王家的对手啊 看来他们还不知道 我已经在南疆突破七海径了 老家主的顾虑并无不妥 只是我现在已是七海径了 对付王家自然不在话下 这怎么可能 这次突破实属偶然 若是老家主还有一律 不妨与我切磋一二 好 你若是能胜过老夫 我西门家自当鼎力相助 请老家主赐教 楚小友 此次比试 你且放宽心 老夫出手 自有分寸 无妨 老家主大胆出手即可 若您能将我击出这个圆圈 就算您胜 口气可真不小 老夫来了 有点意思 敢硬接我这一招 老家主 可不得要小瞧我呢 不错不错 那老夫就要认真一些了 好厉害 真是风采不浅当年啊 那是虽然 父亲这实力在江州称利益 谁敢称利啊 接下来这一拳 你可要小心了 放马过来 空明拳 什么 这小子硬吃我一拳 竟然闻死不动 你 你真的是七海精 老家主 这下您相信我的实力了吧 是我肯走眼了 老夫认输 此次武道造诣非凡 如今的西门家 一定要与其交好 楚先生赢了 怎么可能 爷爷怎么会说 我只是赢在表面 若不是你爷爷年事已高 还换兵在身 我根本不可能赢 你看出来了 稳背略懂一道 刚刚与您交手之时 察觉到了您的气息混乱 若是方便 可否让我为您吸气把脉 那就麻烦楚小友了 脉象混乱 气息虚浮 您这是 我的身体 我心里有数 楚小友不妨直说 脉象显示 您如今 只剩下三月之寿了 唉 竟已到如此地步了 你胡说 楚先生 我父亲身体的确不好 但怎么看 也不像是寿元将近啊 你们住嘴 楚小友所说 并非虚言 我早就察觉到身体不适 时日无多 只是一直不愿相信罢了 这怎么可能 我不相信 爸 我现在就找最好的医生 不用了 这是命术 非钥匙可医 老家主 虽然钥匙无用 但晚辈有一办法 或许能为您严寿 嗯 楚兄弟 你不会是骗我吧 自然不会 只是这个办法 能严寿多久 我无法保证 楚小友 为何迟迟不肯下针 老家主 我虽有办法为您严寿 但您这一身修为 恐怕就 我打拼一声 难得有机会 做一回普通人 楚小友不用犹豫了 你之前和我儿媳门交谈的时候 说你要在江城 开宗立派 是的 我那孙子 耿骨不错 是块练武的好苗子 可否摆在你门下 收徒可以 但我的大弟子 已经有人选了 只要能成为你的弟子 就算是他的福气了 哪敢奢求什么大弟子 老家主 接下来这个血位 会有点痛 您忍耐一下 老夫又不是吃素的 搞快点 来了 你不会是出事了吧 胡说 你别进去捣乱 楚先生 老爷子的他怎么样了 放心吧 很顺利 一会儿老家主 就可以下床了 我再给你开个药方 要让老家主按时服用 运气好的话 多活个三五年 不是问题 楚先生 太谢谢您了 您就是我们家的恩人啊 先别高兴得这么早 老家主虽可严寿 但他的武道修为 却会逐渐衰退 直到完全消失 老家主可真舍得 要是我的话 宁可死 我也不愿意功力尽失 有楚先生护着西门家 我还修什么武道 父亲 您出来了 现在感觉如何 我感觉好多了 楚先生不简单哪 乐儿 爷爷问你 你可愿修习武道 一生一世守卫西门家 虽然愿意 那你可愿 拜在楚先生门下学习 当然 只是孙子武道造诣尚浅 恐怕入不了楚先生的眼 放心吧 楚先生已经答应老夫了 你只管去拜就行了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起来吧 今天就走个行事 正式的拜师一事 日后等我立宗门师再补 虽是行事 但拜师礼不能少 这是一副洗经伐随的方子 每日内服外遇 不出一月 你的根骨便会焕然一新 谢师父 好好好 如今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 覆灭王家之事 我们定会倾力相助 没想到这次的事情会这么顺利 是啊 现在小师弟的名堂 可是比寒霜女的还大了 六师姐 你就别打气我了 对了 楚明 如今你已成功收下第一名弟子 七师父交给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那答应我的七圣宗质宝 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当然 等回去我就拿给你 啊 七师父给的 肯定是大宝贝 啊 不好 起火了 后面也来车了 这下那小子绝对活不了了吧 那必须的 车都压扁了 就算是大罗金线也活不了 哈哈哈哈 那恐怖让你失望了 楚明 剩下的那个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这 这怎么可能 哪里跑 说 是不是王家派你来的 啊 那 是又如何 今天 无论如何都走不了了 啊 你还有后手呢 小子 让我金刀门来会会你 哗 看来这次 王家是下狠手了呀 小子 让我金刀门来会会你 哗 看来这次 王家是下狠手了呀 现在知道害怕了 晚了 爷爷马上送你归西 那就要看你 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哼 狂我 兄弟们 负担药 他们吃的好像是我们七圣宗的活力丸 不 这不是活力丸 你看他们 表情兴奋 轻轻抱起 真正的活力丸 不是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 老五给他们的是假药 药肯定是假的 但是不是五十节给的 我就不清楚了 老道个没完 兄弟们 一起上 是 出发 啊 既然如此 那就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啊 灵儿 你不用管我 快去帮宠明吧 好 那你照顾好自己 拿命来吧 行 走我身险 去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动不了了 这小子竟然还会暗器 看来在他身上 逃不到什么好处 得从那两个娘们身上下手了 小子 你护得住一个 他可护不住第二个 想偷袭我 你配吗 怎么连这小逆子都这么厉害 你们几个 快过来救我 我们过去吗 过去个屁 快跑啊 褚名 别让他们几个跑了 明白 我问你 刚刚服用的丹药 是哪来的 是我自己在黑市上买的 你是觉得我很好骗吗 啊 我说我说 是王家家主给的 那你们家主 又是从哪里得来的 这 这我真的不知道啊 大佬 这么快就晕过去 真是个废柴 走吧 你问出丹药 是谁给的了吗 只知道 出自王家 那又真是老五炼制的 若真是如此 我自当按宗规处理 好 我知道了 我们派去的人失败了 什么 让我去会会那小子 冷静点 不过是一个矛头小子 咚咚指头就搞定的事 哪用得找你出手 也对 不过这也侧面说明 上批药效果不行 你什么意思 要是不满意 你自己来配药 心中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药的事 确实不能再拖了 家主 你能不能想办法 从那女人手中 再搞点药来 这样 我们也好对比研发呀 要我说 咱们就给她来硬的 此事我心里有数 今日就到这儿吧 见过家主 带我去见蓝小姐 是 蓝小姐 王某今夜前来 有一事相求 若是求单 还是免开增口了 蓝小姐 你别忘了 我对你 可是有救命之恩 你救我不假 可我也违背门规 私下为你炼制了一炉禁药 你我早已两清 难道王家主想反悔 王某不是这个意思 若你能继续炼制单药 我王家愿意一炉十亿的价格购买 我并不缺钱 王家主还是请回吧 臭丫头 总有一天 脑子会让你心根情愿地献上担忧 家主 您怎么来了 火力丸的配方 研制出来了吗 还没有 若是能再提供一枚样品 应该就没问题了 再提供一枚 你知道这丹药有多珍贵吗 这 这是研发必须的呀 央品的事我会想办法 但如果你还是研发不出来 就没必要活着了 央品的事我会想办法 但如果你还是研发不出来 就没必要活着了 这蓝星儿有言不见 只有从他身边的人想办法了 对了 他好像很在意那天救他的小子 要是我把他绑来 说不定这事就成了 守卫好像都不见了 不得赶紧找蜀明去 那丫头是不是偷跑出去了 嗯 应该是去找蜀明了 你不是不看好那小子吗 干嘛还让林莲去找他 我并非不看好他 我只是在等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一个扳倒王家的机会 蜀明 快开门 是我啊 丫丽丽 这么晚来找我 是出什么事了吗 别问那么多 赶紧跟我到卧室去 去卧室干嘛 只要咱俩生米煮成熟饭 父亲就不会让我嫁到王家了 什 什么 这两天父亲一直关着我 我看他就是铁了心的 要把我嫁过去 丽丽 你先冷假听我说 我虽然和你父亲交往不多 但也能看出来 他绝不是那种卖女求荣之人 而且王家的真正目的 也并不是你 而是通过你掌控瑜伽 所以咱俩现在 就是把生米煮成爆米花都没用 那我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彻底摆脱这件事啊 别急 我已经有计划了 真的 真的 相信我 你不会嫁到王家的 好 我相信你 为了你和瑜伽的安全 亲戚最好不要一个人出门 以免王家 用什么下三乱的手段 好 我知道了 你能理解就好 那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回去问问你爷爷 方便的话 我想和他见一面 这个你放心 他一定会有空的 师姐 师父们给我留的东西呢 是这个盒子吗 没错 他们要我一并交给你的 还有这张符咒 多谢师姐 这符咒是做什么用的 师姐你不知道吗 它是用来解封我的一部分修为的 解封修为 难道你现在的修为 还不是你的全部实力 当然不是 他现在只是解封了两道而已 要是把七道都解开 怕是要吓死人呦 六师姐别夸我了 解开封印是有代价的 哪那么容易 我还是更好奇 师父留了什么给我 一枚丹药 就这 我记得你也学了炼丹之术 师父们只给你留颗丹药 也太抠了吧 灵儿 不许乱说 师父们赐下丹药 肯定有他们的道理 没错 此丹不是普通的丹药 而是 造化丹 造化丹 那是什么东西 这可是失传已久的神丹 也不知道师父们 从哪搞来的 神丹 太夸张了吧 对修炼者来说 服用造化丹 可直接提升一个境界 对普通人 则有起死回生之效 直接提升一个境界 一枚丹药真的能有如此逆天的功效 具体药效我也不敢保证 这都是我从书上看来的 如此贵重的物品 还是贴身携带为好 喂 好 我马上过去 你这是要去哪儿 约了鱼老爷子 商讨如何对付王家 你知道 楚明突然叫我出来 是为了何事吗 不知道 但肯定是好事呀 爷爷 楚明 这里 鱼爷爷 林林 让你们久等了 没事 快坐快坐 楚孝友 我听说 你已经和西门家结盟了 没错 西门家愿意全力支持我 所以我准备在王家计划婚礼当天 把他们一网打尽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你当真做好准备了 准备都已做好 不过 还差最重要的一环 西门家愿意全力支持我 所以我准备在王家计划婚礼当天 把他们一网打尽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你当真做好准备了 准备都已做好 不过 还差最重要的一环 哦 是什么 你们鱼家的支持 此话怎讲 七一 王家势大 即使有西门家出手 也不能保证万全 其二 鱼家内部声音并不统一 若是没有鱼家主的首肯 我怕最后反受其害 你小子 跟当初比起来 果然是成整了不少啊 今天我来此 也是得了鱼家主的受益 楚潇有的本事 我们看在眼里 能与你结盟 是我们的福气啊 有您的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事成之后 我定会让鱼家 站在整个江州的顶峰 西门家也同意了 当然 等负面王家之后 我就会在江州开宗立派 西门家的人都会参与进来 那我呢 你将会是我的首席弟子 宗门的一切都会交给你打理 把一切都交给我 有种当家主母的感觉了呢 好 老夫信你 祝你们宗门 红红火火 弟子满天下 我一定不让您老失望 事情就是这样 好啊好啊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 大剑处名第一面起 我就觉得他行 如今我们强强联合 还怕什么狗屁王家 是啊 受制于人的日子 是时候摆脱了 该死 西门家还没出手呢 鱼家人就动摇了 鱼家果真想好了 要帮那小子 千真万确 少爷还是要早做打算呢 哼 怕什么 要是这小子消失了 西门家自然就不会出手了 至于鱼家 竟然敢和我王家作对 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少爷 那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你继续潜伏 在必要时候 给他们致命一击 是 你说这马上要嫁人的姑娘 大半夜去找其他男人 是什么意思 少爷 您说的是 自己看吧 鱼琳琳 他怎么会跟那小子在一起 你去想想办法 就说鱼家大小姐生性放荡 把他们的照片推上热搜 这样做不太好吧 毕竟您如今跟他还是有婚约 若是他的名声毁了 对您也不利啊 放心 虽然女方不检点 但是我王家少爷依旧愿意娶她 舆论会向着我们的 到时候再找水军爆点黑料 鱼家的名声就彻底臭了 看他们还怎么跟我斗 少爷 您这一招实在是高 嗯 姜语 喂 姜主编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韩霜 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过 你有个师弟叫楚明对吧 他摊上大事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情况复杂 电话里说不方便 咱们老地方进 说吧 到底怎么了 你看过这个就明白了 这是 楚明和鱼灵灵 你从哪儿得到的照片 是王家派人给我送来的 王家 他们什么意思 王家想让我把这些照片放上头条 以此来抹黑鱼家和楚明 哼 他们的花样还真是层出不穷 照片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压下去 那真是太好了 不过 以我对王家的了解 此事不成 他们可能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不如先发制人 让舆论站在你们这边 你懂我意思吧 反过来曝光王家的恶行 我手头正好有现成的 稍后我去报社找你 好 西师姐 你说的行车记录仪 应该就是这个吧 没错 有了它 事情就好办多了 这东西有什么用 里面的视频可真贵着呢 明天你就知道了 西师姐 你说的行车记录仪 应该就是这个吧 没错 有了它 事情就好办多了 这东西有什么用 里面的视频可真贵着呢 明天你就知道了 东西找到了 哦 是什么 王家回下的金刀门 追杀我和师弟的视频 什么 王家竟然对你下过手 什么时候的事 几天前 好在宠明功夫了的 把他们都打退了 那就好 你放心 我马上就把这段内容 公之于众 王家报复心极强 你一定要小心 千万别把自己陷进去 放心吧 我在媒体圈混了这么久 还是有些人脉的 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有什么需要 你尽管说 齐总 您说这话就见外了 当年要不是您关照我 哪有我今天 瑜伽的丑事 现在应该都闹大了吧 哎 头条怎么是经济行为 陌生好马 喂 谁呀 你们王家都是人渣 社会的败类 真是 不是 你谁呀 张口就骂 王师长 又来一个 喂 畜生 什么狗屁王家 我看就是地痞流氓 什么呀 你到早上搞什么 还有 我不管你是谁 再敢给我打电话 我就弄死你 王师宇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是不是皮痒了 爸 混蛋小子 看看你做的好事 如今整个江州都知道 我们派人追杀楚明的事了 这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给了江主编 楚明的黑量 怎么被骂得会是我 真是废物 还不快滚回来 王家这下子是彻底火了 不得不说 这些视频号剪辑的手法 真是有一套 一套添油加醋的操作 情绪输出非常到位 没错 其实姐这波真厉害 打得王家措手不及 跟我没关系 都是我朋友的功劳 王家这事儿热度这么高 估计 带不少钱才能压下去了 哟 动作还挺快 传致 这事儿你怎么看 此事一出 王家内部难免出现裂痕 正是我们进攻的好时机 那你准备做何计划呀 林林婚礼当天 王家的所有势力都会到场 到时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看看你做的好事 现在下面的人都来找我问责 我现在就打电话问问也说 到底怎么回事 不用打了 我已经查到 是江州日报姓江的主编 在背后搞的鬼 你安排一下 去把那家伙做掉 老大 那小子出来了 总算出来了 让老子好等 就是你敢报我们王家的料 你 你们要干嘛 干嘛 要干你 兄弟 上 是 七师姐 江先生请你吃饭 你把我们恋爱带上 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都是朋友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拿人家当朋友 可人家心里不一定是怎么想的呢 灵儿 你瞎说什么呢 我们可是淳友怡 就这还好意思说我情商敌 师姐 江先生这次帮了我们这么大忙 等会儿可要好好谢谢他 那是自然 奇怪 他明明说在公司门口等我 人怎么不见了 这是江雨的公文包 还有血迹 不好 江雨有危险 楚明 你快进去看看 明白 你们在这里等我 你们 你们到底又怎么样 很简单 送你上路 滚开 什么人 管他什么人 上 砍他 你们到底又怎么样 很简单 送你上路 滚开 什么人 管他什么人 上 砍他 去 我的手 我的脖子 江先生 你没事吧 你认识我 我是姓韩霜的师弟 他之前给我看过你的照片 原来如此 韩霜呢 他没受伤吗 放心 他很好 江雨 你受伤了 不用担心 这都是一些皮外伤 只是失血较多 所以才会昏迷 好了 血已经止住了 师姐 你们先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那你呢 我要留下来 跟这些家伙友好交流一下 爷爷饶命啊 你想知道什么 我一定知无不言 那就说说吧 是谁派你们来的 是王家少爷 王池宇 你们来这儿 可是因为今天头条上的那件事 是 少爷因为这件事 被家主臭骂了一顿 所以让我们来给他出口气 哦 你们打算怎么给他出气 按少爷要求 先打晕 然后拉到城郊 埋 埋了 好狠的心啊 看来我得去和这位少爷好好聊聊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家少爷 现在在哪儿 江海酒吧 他说完事之后 去那儿找他 季总 人已经抬上车了 你要一起去医院吗 等我一下 我马上来 楚明 王家少爷可不好惹 你等一下可不要胡来 放心吧 师姐 一时疏忽 忘了问王少长什么样 这下可难办了 哎 等一下 怎么了 兄弟 今晚可是卡严局 你这身打扮可不行啊 卡严 我长得也不丑吧 呸 卡严局是说的是女人 男人看的是钱 真是香巴朗 不进去正好 那你把王池宇叫出来 说有朋友找他 原来是王少的朋友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你随我来 王少就在前面 您自己过去就行了 今天本少开心 告诉你们老板 全场消费我买单 大家一起嗨起来 王少大气 看来这个灰心如土的家伙 就是王少 宿明 你怎么会在这里 当然是来找你的了 保安 有人袭击王少 臭小子你就疯了吗 不知道他是谁 不过我劝你们不要插手此事 无 无者 大哥 我们还上吗 上个屁 一个月几百块钱工资 拼什么命啊 楚明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打我 江鱼也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害他 他害我挨骂 当然该死 好一个当然 王家还真是高高在上啊 你 你要干什么 替江鱼出泄 快通知王家家主 圣野被人打了 是个无者 哼 要不是失去嘱咐 我真想现在就废了你 楚明 你等着 王少不会善罢甘休的 还敢威胁我 看来是给的教训还不够 去 我的手 楚明 你等着 王少不会善罢甘休的 还敢威胁我 看来是给的教训还不够 去 啊 我的手 回去告诉你 故事 好生伺候蓝星 若是他有意离开 不得阻拦 记住没有 记住了 记住了 求求你 别倒了 你们不必害怕 我今天就是来找王少 等会儿王家来人了 帮我告诉他们 打人者 楚明 儿子 你没事吧 我的手 我的手动不了了 这到底是谁干的 王家主 那人留下了姓名 说是叫楚明 又是楚明 好啊 居然当众打我王家的脸呢 那就别怪我容不得你了 医生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你们应急处理得很好 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 多谢医生 不客气 我想问一下 为江先生 指写的 可是两位 不是我们 是我们家小师弟做的 没想到除了楚明大师 竟然还有人有这般精湛的针法 楚明大师 老七 小师弟现在名气这么大了吗 什么 楚大师是您的师弟 那年的医术一定更加高明吧 江先生没什么危险了吧 江先生已经没事了 楚明快过来 这位医生夸你的医术高明呢 楚先生 久仰大明 您可是我的偶像啊 您过奖了 江宇现在什么情况 生命指标一切正常 很快就会醒过来了 楚先生 看这里 哦 橘子 琉璃儿一个人在医院能行吗 放心吧 六师姐病根一除 当保镖绰绰有余 明天就是云林烈的婚礼了 你有把握搬到王家吗 王家作恶多年 早就失了人心 现在有瑜家做内应 西门家做外援 我们输不了 说得对 这江州也该换换天了 我不要去借钱 你们让余林烈直接过来 今天可是大日子 不许胡闹 我没有胡闹 我一 我一那楚明又跳出来 怎么办 真是个废物 那楚明不就是 打了你几巴掌吗 竟让你害怕成这样 哥 他还是孩子 你这么凶做什么 放心吧 陈云 哥哥陪你去 谁都赏不了你 哼 你就惯着他吧 今天江州各大市里都要来 我去盯着也更放心些 也好 今日 明日绝对不能出任何岔子 吉时已到 出发迎新娘哦 王家主 恭喜恭喜呀 李全王 您太客气了 诸位都是江州武道名秀 不必客气 快请进吧 哈哈哈哈 好 家主 已经都按您的吩咐 安排好了 好 反令下去 今日若是成功 金刀门所有人 重重有上 是 王家能否一同江湖 就看今日了 出名说过 我今日什么都不必管 把一些都交给他 我的乖女儿 对我吗 哼 回老爷 小姐随时可以出发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我的乖女儿 准备好了吗 哼 回老爷 小姐随时可以出发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父亲不必来此监视我 我会按照你的要求 乖乖嫁入王家的 我可不是来监视你的 我只是想看看 你穿上嫁衣会有多美 再美也只是你手中的工具罢了 你呀你呀 真是一点事都藏不住 还好楚明没把计划都告诉你 哎 计划 楚明 我早就和楚明结成同盟了 一直不告诉你 就是怕你心里藏不住 啊 真的 当然啊 我怎么可能用宝贝女儿来问前程 你再忍一忍 老爸不会让你失望的 新郎官到 走吧 赤鱼 赶赢新娘了 不是说好只出门就好 怎么还要下车 你是新郎 你不下车 谁去接新娘 你去就行 我在车上等你 那楚明诡异的汗 现在肯定躲在哪里等着我 你堂堂王家少爷 怎么能怕一个毛头小子 姑姑你不知道 他就是个疯子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罢了 既然你不愿意去 那就由我去迎接新娘 二当家的 新郎为何不下车 新郎身体不适 今天由我代表王家来迎亲 快让新娘出了吧 林灵灵好歹也是瑜伽嫡女 你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我们王家取经就是如此 少废话 快让云灵灵出来 你 熬了小度 去叫林灵下来 这王家真是可恶 是啊 小姐嫁过去 肯定要受委屈了 都让一下 新娘来了 果然是个美人 给我王家传宗接代 合适得很 竟然拿小姐当工具 真是该死 是啊 说得跟她不是女人一样 大哥 王家这态度也太过分了吧 小不忍则乱大谋 也要学的还多着呢 通闭门门主到 欢迎 欢迎啊 双剑门门主到 快请进 家主 少爷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遇见其他人呢 都在随行的车队中了 好 待会儿就给我这新过门的儿媳妇上一课 对了 对了家主 江羽那边 离岩一个人能行吗 要不我也去 那南陵不过区区真气静 离岩一个人足矣 你先下去吧 待会儿我另有安排 是 属下告退 去对付一个小丫头 还有我亲自出手 真不知道家主怎么想的 派人把守好所有出入口 从现在起 任何人不准进出 是 二零七 就是这里了 好大的脾气啊 离岩小姐 哦 你知道我 那居然还不逃走 大家都是舞者 我为什么要逃 有点意思 那我就陪你玩玩 你们出去 我亲自会会他 是 希望你不要太弱 不然可就太没意思了 少废话 借招吧 想不到南关主 已经真气大圆满了 倒是让我有点兴趣的呢 江州西门家到 什么 西门家也来了 他们不是已经 隐退了吗 王家这是好大的面子呀 有些是 感谢观看